今天我們上的是書寫 關於慾望 敘事跟失意 最主要是在講一個文字的文本 還有一個敘事的文本 如何跟設計能夠扣在一起 這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其實對我來說 我個人自己在做設計的時候 這個部分影響我很大 就是如何在開始畫圖 做設計之前先有一個 比較屬於文本性的想像 然後可能會對於設計空間 會有一些比較有別於空間形式的一些想像 當然最後還是回應到空間形式上面來 那在今天談 我今天談最主要是談幾個 以一本書為主 那這本書就是 Italo Carvino的看不見的城市 我相信請教一下 看過看不見的城市請舉手 然後看完 從頭到尾看完 看不見的城市請舉手 有看完 OK 兩位 這本書基本上 很容易看也很不容易看 很容易看其實是他 每一段都個別很清楚 然後每一段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你其實不用從頭看到尾 你大概很容易的可以 可以知道每一段大概在講什麼 可以分別一段一段看 那很不容易看是因為它裡面的 暗藏的玄機太多 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讀法 去讀一本書 那這個是我今天最主要的主題 我主要是用這本書來細細的跟各位談 這本書大概在講什麼 那當然也會從這本書跟各位講 我對於建築上的聯想 這些聯想是一些案例上的聯想 那當然會講到很多不同的案子 包括阿多拉西 包括人庫阿斯 那包括一些其他的案子 最主要還有一個江海道 不過江海道 因為我在上學期講過 所以不過 上學期有請過江海道的 可不可以請舉手 三四位 五位 OK 好 我能夠講的自己以文本為主 那江海道我帶過去 那如果大家有空 或者是沒有聽過的人有興趣 也可以跟其他同學討論一下 不過如果有時間 我就多說一些讓大家都知道 那聽過的人 我也希望能夠聽第二次的時候 你們有一些不同的聯想 因為江海道到此為止 我都看了好多次他的project 那在談今天的課之前 先跟各位講一下書單 那這次的書單有三本書 我覺得很重要的三本書 那第一本書就是 我們今天要談的 Italo Carvino的 看不見的城市 然後 另外一本書 其實我也非常非常喜歡 翻譯得翻得不錯 然後是Lapskin的回憶錄 然後叫光影教舞的石頭記 看過這本書的請介紹 OK 很多人看過 這本書非常棒 那這本書其實有很多的部分 我個人在看的時候 對我的聯想 其實跟在看不見的城市一樣 只不過它是以一個人的想像 為跟他的回憶為主 那只不過Lapskin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它裡面 稍微比較 我比較沒有那麼認同的是 它比較酸 因為它失去了很多案子 所以寫的文字裡面 酸氣很重 不過縱使是這樣子 它對於那個 它自己本身 對於Tectonic構築 對空間的想像 還是非常清楚 那這本書 我其實非常建議大家 有空去讀 另外一本書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 沒有碰觸過 那這本書 是我 最喜歡的一個導演 中國導演 叫賈章科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假想 我看這本書是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這本書是簡體字版 這本書非常非常棒 然後都是他在講他自己 怎麼拍片子 拍每部片子的一些 當初的一些想像 那他最棒的地方 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文字 是非常敏感 他在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有意識的在拍那個電影 雖然那個電影拍起來 看起來很平常 可是背後有很多很多 他對於城市 對於地點 對於回憶的一些想像 看過這本假想的人 請舉手 有這本書的人請舉手 兩位 三位 OK 看過賈章科的電影 請舉手 一位 賈章科的電影 非常棒 他基本上分成兩階段 有一階段是前面有一個三部曲 那三部曲叫做 叫做站台 還有小舞 還有逍遙遊 那這三本都在講礦工的故事 從他家鄉開始 然後再談那個中國大陸 在快速城市成長 成長的時候 所謂的這種第三個 第三第四線的城市 那種非常虛無 年輕人完全不曉得未來幹什麼 然後再到處遊晃 很虛無的狀態 這是賈章科他最在意 最努力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前面的三個電影 是我認為非常棒的三部 再重複一次 小舞 逍遙遊跟站台 那其實他後來還有 中間還有一部 也非常非常棒 叫三峽好人 看過三峽好人的請舉手 一位 OK 那部片子在講三峽 當初大壩要重新拆掉 重建的時候的一些 用好幾個人物來講這個城市的故事 那最後他又 最近他有一個三部曲 最近三部曲都在講 講藝術家 那講一個服裝設計師 講一個畫家 然後包括還講一個廠工廠 要被拆掉之前 他去訪問了24個人 24個工廠的民工 然後弄下來一個紀錄片 這個人非常喜歡拍紀錄片 可是他紀錄片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那這是我看過 在寫實的紀錄片裡面 充滿很多很多想像的地方 那我真的極力推薦 大家有空去看看賈章科的電影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看 我全套都有可以借給你們 不過現在在黃明威那邊 其實是一個可以一系列看的一個導演 那他的電影手記這本 我一般來講 我不太喜歡看電影手記 可是這個人的電影手記 因為他的文字非常好 所以他寫的東西跟他的電影之間 如果沒看他的電影 那也很難看這個手記裡面這樣 大家可以有點想像 可是配上他自己的影像 兩種不同的媒體 一個叫文字媒體 一個叫做影像媒體 兩個合起來讀的時候 比較能夠讀出他自己的 那為什麼我選這三本書 是這三本書都非常個人 那這三本書都在談 desire 或都在談想像 那這三本書呢 大概不是這種 Ramkuhas這種 比較屬於大規模的空間 或者是城市 或者是個人的欲望的想像 而是都非常精確的在從人開始 那對於人的這種敘述 怎麼反映到外界的tectonic 有一定的想法 那這是我們這次的三本讀本 大家如果要交paper 也是在這三本讀本裡面 把paper交給我 那這是我建議的三本書 另外兩本其實就是我上學期在 在我們的建築典禮課 有跟各位上過的兩本 一個都是John Haidat 然後是他的前期跟後期的Mask Mask是什麼意思 我上學期有講過 不過這學期有些同學沒有 當初沒有在 我可以跟各位再講一次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那我們今天開始上我們今天的課 我們今天的課最主要 因為要談desire 要談敘事 要談詩意 那我自己本身 對這個部分充滿了興趣 早期我的興趣都在 對於建築的古典論述 建築的空間論述 所以我早期的訓練都受到 是基本的像Fond Space and Order 還有Renaissance 文藝復興 甚至於叫做Cabuzier的Modernism 我對那個部分充滿了興趣 可是大概在我33歲到35歲的時候 我開始認為空間的形式 好像有所局限 那個抽象的形式 好像沒辦法跟人的想像 做完整的touch 在那個時候大概連續 接觸了4次的 3到4次的Italo Cabino 看不見的城市 雖然看這本書的時候 是一個文學的作品 可是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卻讓我腦子浮現了很多 我之前知道的一些建築的案例 那些案例有時候我不可解 可是當我看到 Italo Cabino寫的文字 也不可解的時候 突然讓兩個不可解的東西 拉在一條線上 那條線上對我來講 有充滿著各種不同的想像 充滿著各種不同的幻想 而且我覺得那個力量 那個poetic power 那個失憶的力量好像 更勝過我們之前所受到的 建築訓練的那種 純粹空間的力量 當然我並沒有要去 抹殺純粹空間的力量 因為我對那個部分也非常著迷 可是實際上在書寫 寫出的text的時候 那個力量其實也非常非常強 那有時候不是空間可以說的 而是空間要背後的那個真正的 meaning 那這本書是 大概在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在談Italo Cabino這本書 Invisible City 很多人都拿來當作一個 一個他的作品的發展 包括很多戲劇的人 包括很多學電影 學文學的人 都一直在談論這本書 可是我總覺得那本書的 看這本書的方式 很有趣的是 大家的想像都不太一樣 結果我看過好多的不同的作品 在談Italo Cabino 跟我看到的Italo Cabino 幾乎是兩回事 那我才這麼的著迷 就是為什麼我看的東西 跟別人看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花了一點時間 去重新看這本書 為什麼他跟其他的人 在讀他 然後represent到其他的 藝術作品的時候 他有一個差異性 對我來講 他在講城市 很多人把看不見的城市 當作一種幻想 一種好像不可解的 好像很有詩意的方式 可是我當我看到Italo Cabino 包括我去看他的 給這個世紀的六個備忘錄 其實我都發覺 他其實是一個超級理性的人 他在做他的文字的時候 有非常非常理性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 基本上跟我們在做建築是很像的 可是呢他在文字上去 故意離開那個理性 那我常常在講 當一個設計或是人類在談 想像的時候 往往有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太陽神 一個叫做九神 太陽神基本上是 是在很理性的架構裡面 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呢 在太陽神 用太陽神的眼睛 來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世界其實是清晰的 它其實是非常架構清楚的 你幾乎可以 照著光亮的部分去學習它 那可是呢 還有一群創作者 一群藝術家 常常在當時都是一些異類 然後都是少數 然後都不被人重視 或是不被人懂 或者很多人想要重視它 可是並沒有辦法說清楚它在幹嘛 那這部分人 常常我看到的是 它是九神 它基本上都在很淫亂的 非常非秩序的 沒有秩序的 在談太陽沒有照到的那一面 今天我們談的都很抽象 今天談的並不是具象的建築 那個太陽沒有照到的那一面 如果從超現實主義 或是從其他的 各個時代在談慾望的這種 這種架構裡面在談的 大部分有一個字很重要 那這個字就是 The side of the moon 就是 月亮沒有被太陽照到的那一面 那為什麼用The side of the moon 是我在高中的時候最喜歡的一張唱片 那這張唱片是一個非常棒的搖滾團體 英國的搖滾團體所出的一張 連續三百多週的排行榜第一名 那個團體叫Pink Floyd 然後Pink Floyd他在這個搖滾團體 他曾經出了一個唱片 非常詭異可是非常棒 每次聽到他的音樂的時候 覺得很空靈 然後而且充滿了奇怪的影像在他的背後 那他真的在談的其實就在談這個 太陽照到月亮的時候 往往月亮你可以看清楚它的輪廓 可是往往月亮在轉的時候 他永遠有一部分是在陰暗面 那個陰暗面其實是人類裡面最好奇的 也最具有發展力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常常在談日月日月 月總是代表女性 月總是代表背後藏在裡面隱匿在後面的一些 稀稀碎碎的 支離的 可是並沒有成為主流的 然後並沒有清晰的文理的 可是他卻一直在刺激的 那個充滿陽性的太陽神的那個架構 那那個是大概是所有畫家裡面最喜歡的 包括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超寫師主義 超現實主義都在談這個部分 那好多的文本其實都在討論這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在創作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其實都是一個創作者的話 你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去找尋或者是保留 你原來的那個dust up the moon 就是後面最細微的非理性的部分 當你今天在受教育 我常常說教育這件事情有好有壞 教育體制不是在建構你的dust up the moon 教育體制是在告訴你太陽神在哪裡 所以很多人在教育體系被交久了以後 他好像就被馴化了 然後他就覺得建築物或是創作是這麼一回事 那或者是說他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一直想要表現他的心裡面想的那些細細碎碎的話 往往會被K的很慘 因為他還不夠成熟 因為他還沒有看到光亮面的時候 他很難把他的陰暗面變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永遠要有太陽那個月亮才會成的重要 所以這兩件事情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一直覺得Itaro Cavino在寫 看不見城市的時候他其實是一個月亮面 那他永遠在跟太陽對話 那在跟太陽對話的時候 那個月亮面顯得更清楚而且更具有威力 那為什麼他在談那個月亮面呢 他用什麼樣方式的文本來建構這個月亮面 我先不談這件事情 我先放一張我上學期也放過的一張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也是一個非常棒的project 這個project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建築師叫 John Hedock John Hedock在做這個installation的時候 他講到說這是一個頹敗的時間 那這個案子影響我的十幾年 這個案子它最讓我感動 包括勝過所有做空間的人 那最讓我感動的原因是因為 他做了一個這個時鐘 它叫做clock tower 就是時鐘的塔 那時鐘塔它做得很簡單 就做了一根棒子 從1到13 然後這個棒子在車子在推的時候 會慢慢慢慢斜下來倒下來 也慢慢升上去 那這個倒下來也升上去 讓人除了看得到跟看不到以外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它遊走在都市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mobile system 所以它是一個沒有辦法被定住在 在某個點的 不太像我們常常說 太陽面裡面有一件事情 叫做anchor point 那個塔本身理論上在早期的塔 還像房間盃一樣 插在一個地方 永遠面對太陽 以前的房間盃是在紀念太陽神 所以那個盃頂上去的時候 在那廣場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走點 可是它實際上不是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proportion 像tower的proportion 可是實際上它是越來越遊走 而且它會慢慢倒下來 那這裡面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它的時鐘 它把這個tower 把我們原來看到的 像房間盃的一個塔狀的東西 來標註時間 那標註時間的這個狀態 非常好玩的是 這是一個時鐘 所以它永遠有一塊塊體 是在這個tower的前方 是一個黑色的塊體 這個黑色的塊體呢 會隨著時間而慢慢上升 或是慢慢下降 那現在這個 這個塊體在這個clock tower裡面 它是上升到12把12遮住 那它怎麼來讀它的時間呢 它讀它的時間的最重要 它最重要的一個論述 或它的敘事 是在談說 如果現在是12點的話 那這個時間塔如何標示12點 它用黑色的塊體 把這個12給遮住 如果現在是9點 這個黑色的塊體 就慢慢下降 把9個遮住 所以這個塊體是上升下降的 一個狀態 當它今天升到12把12遮住的時候 現在是12點 而且它是走到城市的這個點 它可能走到城市 在1公里以後走到城市 另外一個點的時候 它可能是11點 或可能是2點 所以那個塊體就會把2遮住 所以那個一直在滑動的 除了它自己在上升的滑動以外 還有包括那個車子 一直在悠走在都市裡面 那所有人都問他說 那為什麼 一般我們看到時鐘 12點的時候是一根真正 只在12 可是你卻在12點的時候 用一塊黑色的布 黑色的塊體把12遮住 那時候他論述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那句話對我來講 有很重要的想像 他就跟別人說 說他做這個案子 他認為12點 當他遮住的時候 這個12跑到空氣裡面 所以現在的空氣是12點的時候 他不應該定住在這個Tower上面 他已經跑到空氣裡面 所以當你今天那個12的消失 它Disappear 它代表的是存在 這很重要 就是當你看不到它的時候 它反而是存在 瀰漫在空氣當中 而不再定在那個點上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在思考 任何的Monumentality 就是紀念性 在思考很多 這個很多東西的中心性的時候 剛剛好跟它的思考是相反的 可是它最接近所謂的存在性 也就是在各種不同理論的時候 常常在談到Presence and absence 就是存在跟缺席 跟不存在的那個狀態 Presence and absence 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到底你看待了它 到底是缺席 還是它正開始在存在 而且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它告訴你存在的這個當點 另外一件事情 是它告訴你說 這個當點隨時在消失當中 它是一個ING狀態 它其實在詮釋的是一個歷史 或詮釋在我們人 存在的這個世界裡面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你今天慢慢慢慢 你覺得12點好像在空氣當中的時候 其實下一步它已經到1點了 12點又回到 那根柱子上 那個塔上面去了 所以它就跟你講 你現在最現存的空間 在下一個moment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history 它已經變成過去了 那個現存的狀態是在 在moving 在ing 一直在進行當中 這跟我們所面臨的這個世界 是非常接近的 因為我們永遠不曉得 我們永遠 在我們以人的觀點來看的話 我們永遠認為這個東西 都是現在就是現在 可是你一直忘記這件事情 尤其是 因為它在空氣當中 你忘記一件事情是 你現在的現在等一下馬上變成 過去 past 或者是馬上再走向一個 叫做future 未來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聯想 或者是這樣子一個呈現 讓我覺得它非常有意思 那對我來說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是我為什麼 什麼時候想到它 我常常在做一些 跟monumentality 或者像紀念型的music 尤其是我在1991年 在做921地震博物館的時候 我第一個浮現 剛開始要做那個進度 第一個浮現的就是這個案子 就是當我今天要做921 那個moment正過 然後變成廢墟 然後到了91年的時候 開始要去紀念 921地震博物館的時候 那已經過去了一年 然後再進那個圖 馬上要面對未來 還可能會有地震的那個狀態 我第一個想到的 其實叫江海達 在談到那個moment的事情 那就是跟各位分享說 當初為什麼這個案子 對我來講 有這麼大的一個影響的狀態 那我們再回到 這個Itagro Carvino的 看不見的城市 這個 對我來說 那種叫做移動的 跟定著的這樣的事情 還有包括一些想像 還有包括時間 包括歷史 包括記憶 包括城市的種種的細節 跟多樣 其實都是我們常常用的字眼 在我們的建築語會裡面 可是實際上 看不見的城市裡面 它不用建築語會 可是它用的跟我們講的事情 幾乎是一樣的 談時間 談歷史 談都市的多樣 談universal 談統一 普通性 談一個固定點 談一個聯繫 之間的關係 那 有沒有人有帶那本書啊 身上有Itagro Carvino 看不見的城市 給我一下 謝謝 這本書有幾個架構要看 我常常跟大家講 或說看這本書 第一件事情 不要太大的壓力 就是慢慢翻翻翻 翻過哪一篇 就看到哪一篇 然後它有很多很多的城市 不同的城市的觀點 可是呢 如果你還想再細看一次的時候 你可以看它的章節 看它的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玩的是 這個目錄大概分成九大章 一直到九 九大章 那每一張呢 它在每一張的地方 都會有五個城市 可是第一張跟第九張比較特別 第一張有十個城市 第九張有十個城市 那只有二張到第八張的時候 都是五個城市 有點怪 可是呢 你一看到是這樣的話 你會發覺 Number很重要 數字很重要 數字是一些人 我們在玩它的Mystery 玩它的Myth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為什麼它第一張要十個城市 第九張要十個城市 其中的七張都是五個城市 OK 那第一個是這個關係 第二關係是每一個章節的第一章的話 它前面跟後面都有一個叫做第一張的手 跟第一張的末 OK 所以九張有九個手跟九個末 那九個手跟九個末呢 有一點點跳出去原來的文本 如果剛剛的那個十個城市跟五個城市 都是個別有個別的城市的話 那個手末基本上是兩個人在對話 所以有點像拍電影 可是那個架構非常清楚 有兩個人在對話 這兩個人呢 在對話的時候才會帶齊那五十五個城市 那這兩個人呢 一個叫做可漢忽必烈 一個叫做馬克波羅 OK 所以整個看不見的城市 都是這兩個人在做對話 那一個是商人 那一個是帝王 那這兩個人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人 如果你要去看那個五十五個城市之前 你要先知道他 為什麼用這兩個人的對話 來當他們的每一個手末之間的關係 那第一個 這兩個人 忽必烈 可漢 我們稱為可漢 跟馬克波羅 這兩個有最大最大的對比 在他們對話的時候 最大的對比是一個 是具有中心性的 他絕對不能離開他的國土 所以他永遠坐在他的國土的正中心 然後永遠坐在那邊 沒有離開過他的位置 OK 所以呢 他對於 國家的想像 有他自己的那個帝國 大帝國 那個是超大的帝國 那是超大的帝國 在元朝蒙古的時候 那個大概是 中國最強盛 幾乎像西方的羅馬帝國一樣 當如果說西方的羅馬帝國 一直吃到西亞的時候 那蒙古的可漢 基本上一直吃到 也是西亞 一直到歐洲去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超大的帝國 雖然他帝國這麼大 他也了解他的帝國的運作 可是他永遠在中心點 他永遠不離開的位置 那當今天這個 不離開的位置的這個狀態 屬於定著的中心性 他具有monumentality的關係的話 那另外一端 卻有一個馬可波羅 他是一個商人 他永遠在坐著船 在遊走 他永遠在遊蕩 在世界各地 永遠在漂泊 永遠在漂泊 永遠是 如果那個在圖形上 一個是這樣子的話 另外一個人是這樣子 一直出去回來 出去回來 出去回來 永遠沒有定著點 所以這兩個角色 非常有趣的是 一個是靠著他的moving 靠著他的mobile的關係 來理解各種不同的世界觀 世界的點 可是另外一個人卻 永遠站在中心 來理解這個世界 這兩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劇烈的對比 這兩個對比就像太陽跟月亮一樣 太陽跟月亮永遠是在一個 這樣一個光譜裡面發生 那這兩個人還有幾個東西很不一致的 基本上他建構的這兩個人 一個人是東方 一個是西方文化 所以在文化性的理解上面 具有很多很多的謬誤 那我們也常常可以說一件事情是 所有的創作都是從沒有誤開始 誤讀開始 就是你的所有的創作 如果你正確去讀所有的創作的話 你大概你的創作就會消失 就是常常比如說你在對於一個 四合院的理解 你對於一個長條街屋的理解 常常是你知道那件事情的存在 你也知道那個東西的History 可是呢 因為你在某另外一個時代 你回去讀這件事情 你經過了非常非常的悟讀的狀態 所以你產生了一些新想像 可是你還是要讀它喔 沒有長條街屋 沒有 沒有四合院 你就做你自己的東西 那也不會產生另外一種 不會產生那種創作 那種創作是你必須面對它 面對一個有中心性的 有History的 有典故的 有Prototype的東西以後 當你今天進到那裡面去 可是你又是一個不同時代 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的狀態以後 因為你的誤讀 所以你開始產生創作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義大利 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學家 叫做Ambito Eco 他有一本書 非常棒的一本書 叫做悟讀 他在悟讀一直在談 美學創作 藝術作品 常常是因為這樣而開始 或是因為這樣開始 產生很多很多不同的狀態 那他選擇了一個東方的人 再選擇一個西方的人 兩個人產生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們之間有一種Dialog 那你可以知道 在文明裡面 另外一種是誤讀 另外一個就是叫對話 就是經過一個對話的狀態 來傳遞訊息 經過傳遞訊息 來互相理解 或者是經過互相理解的過程裡面 來產生新的面貌 那其實 Italo Carvino的每一個章節的 章手跟章末 每一章的尾巴跟頭 就是在談這個Dialog 它的進行式 它的進行的狀態 那這個Dialog 像一個球 我丟給你 再丟給我 再丟給你 再丟給我 那在丟的過程裡面 產生了55個 55個不同的 丟球的方式 那在這個丟球的方式 產生了我們對於城市的理解 那Italo Carvino把這個東西叫做Invisible City 雖然他講的都是City 每一個City好像都具有圖像性 看它的書很好玩的是 每一個城市 你閉著眼睛 你幾乎看它的文字敘述 都會有一個樣貌跑出來 非常非常具有圖像式 就是它的敘述裡面 那個景象都跑出來 雖然是這樣子 可是它還是不存在的 它還是一個Invisible的狀態 那在這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發展也請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發展呢 因為兩個都在不同文化裡面 所以在它的 如果你在仔細 教你們的第二種讀法 跳著讀 我有一次的讀法很好玩 我就彈 我就讀第一張的手 跳到第一張的尾 跳到第二張的手 再跳到第二張的尾 中間的55個層次我都不看 只看張手張尾 張我手張尾 前後看 總共看了18個對話 這18個對話 發現它有一個進行狀態 非常有趣的進行狀態是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Darlok 從以前希臘時期的 的 的 的哲學家 他們在談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叫Darlok 哲學的 哲學的開始 都是經由對話的開始 所以從希臘文人 哲學家就開始 一直用對話 來產生哲學 包括我們現在談的 University 或是我們現在的教育 其實非常重要 是來自於希臘那個時期 就是教育是什麼 教育是教跟學 也是Darlok 那Darlok 開始可能是有一個人 知道比較多元 知道比較少 最好的狀態是產生反轉 再好的狀態是這個反轉裡面交織 然後呢 主從意味 就是主要的知道的人 慢慢變得不知道 不知道的慢慢變得知道 那這個事情在 Italo Cavino的這個 聚首聚尾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清楚呢 他們剛開始的對話 因為他們是兩種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的人 他們沒有語言的溝通 因為他們的語言 Language system不一樣 這也是非常哲學討論的 在1960年 所有的哲學理論 剛開始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講的就是 所有人的謬誤 都是因為語言溝通不良 都是因為語言系統不一樣 西方的語言跟東方的語言 各個國家語言不同 所以在溝通的狀態裡面 產生的很多很多的離開 而產生的新的關係 那這個點呢 也跟各位提一下 在西方的整個理論裡面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metaphor 上次我記得跟各位談過 叫做巴別塔 巴別塔呢 其實上帝看到人類 要蓋高塔 要來跟天比你 所以越蓋越高 越蓋越高 大家同心協力的 要抗拒上天 抗拒這個上帝 所以老天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讓這一群非常非常 同心協力的人類 開始要危及他的狀態之下 他就創造了一個東西 叫做語言 他就讓下面的這一群 一起在高塔 蓋這個巴別塔的人類 開始用好幾種不同的語言 讓他們分化 所以這些人開始 有西亞人 有歐洲人 有東方人 開始因為語言的不同 所以他無法合作 或是他在合作的狀態 產生很多的衝突 產生很多的謬誤 所以那件事情 開始沒辦法合作 來抗拒上天 可是也因為 上天做的這個動作 做了巴別塔的這個動作 讓所有的語言 開始分裂的時候 才開始產生文明 那個文明是因為語言的不同 所以開始產生很多很多的 交織的狀態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Black Pit 不是拍了一部 巴別塔在談西亞 西方人到西亞去 看到那邊的種族 看到的戰爭 看到他們的各種不同的衝突 那件事情其實都是那個文明 的那個狀態的開始 所以他那個時候 在拍那部片的時候 才會把他的片名叫做巴別塔 台灣好像翻成通天塔還是什麼 還是 大陸才翻成通天塔 OK 台灣翻成火線交錯 那其實他的背後的狀態 是在談文明 那我們常常說 人類文明裡面有一種戰爭 兩種東西的戰爭 永遠無法平息 永遠停不下來 一種叫做宗教戰爭 一個叫做種族戰爭 剩下的戰爭都是因為利益 利益的關係可以 昨天打仗今天握手聯盟 沒有什麼問題 只有兩件事情是永遠解不了的 一個就是種族性的戰爭 一個是宗教性的戰爭 從第一世紀開始 一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沒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個 伊斯蘭教 回教跟基督教之間的那個衝突 到今天都還在 所有的猶太人跟其他人 其他亂七八糟的一堆這種 衝突的關係都是因為種族 種族背後當然包括文化 那為什麼提到這個事情是 他們兩個人因為在溝通 一個人在定作點 一個人在流浪的狀態裡面 他們的溝通剛開始是語言不通的 所以在他的第一章節 一直到後面的章節 有一個很大的轉換是 他們從陌生慢慢慢慢溝通 到後來是慢慢的熟悉 慢慢熟悉其實也代表慢慢陌生 陌生是你跟我之間沒辦法溝通 說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的想法 經過了到第三章的時候 開始你的想法我懂了 我馬可波羅來告訴我的事情 我懂了 我有反問馬可波羅一些事情 完了之後呢 兩個就在交換意見的時候 慢慢又離開了 因為發現兩個人在傳遞信息的想像 不太一樣 所以兩個人對城市的想像 又拉得很遠 所以他那個兩個球之間的關係 是從很遠的狀態 近到很近的時候又拉到很遠 那這整個的書 基本上在講兩個人的對話 是什麼對話呢 是馬可波羅去遊歷世界各國以後 跑到可翰告訴他說他所看到的世界 可翰每天都找他來 來告訴我你看到的城市是什麼 這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多麼的精彩 你要不要來告訴我 馬可波羅就一一告訴他 他在遊歷的各種不同的城市的景象 可是他們的非常非常好玩的是 馬可波羅要告訴可翰的那個時間點 在我們的九個章節裡面 他是從剛開始是語言不通的 所以是從什麼開始 從肢體跟動作開始 用比的 並不是用說的 或者是馬可波羅去拿一大堆東西 告訴他說 那個地方我看到的這個東西 那個叫做物件 那object 各種不同的object 跟各種不同的body language 來詮釋他所看到的世界 可是到了第三節 第四節 第四章 第三章 第四章之後 他們慢慢的從他們的肢體語言 開始轉化變成語言敘述 因為那個語言開始理解 比手畫腳 跟看到那個object 講了15個城市 講了20個城市的時候 馬可波羅說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已經開始知道你在講什麼了 他們兩個開始語言上可以溝通了 然後呢 那個時候叫做主蟲異味 在他們的對話過程 主蟲異味是開始馬可波羅 可漢擋住馬可波羅的手跟嘴巴 然後可漢跟他講說 你先不要再說了 現在換我來說程式給你聽 這個反轉的那個 在中間的那個章節的這個反轉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是 開始一個永遠沒有出過國 永遠沒有離開他的定著點的人 開始告訴一個 遊歷世界各個國家的各個城市的人說 現在換我來說 我的程式給你聽 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想像已經開始發生了 他的腦子裡面有產生了一大堆輪廓 這個輪廓呢 他企圖開始用他的語言 來講給馬可波羅聽 你知道當你今天腦子已經開始 產生新的想像 開始有些新的image 在經過嘴巴再說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馬可波羅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兩個就在這邊交織來交織去 所以他們兩個呢 在他溝通過程呢 往往在做什麼事 在有的時候是具有想像力的 可是有時候是屬於具象的 很清楚再敘述一件 大家都清楚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在講一些 兩個人也都不太清楚的狀態 因為比手發腳 因為語言不同 因為一個人從來沒有看過 另外一個人的世界 所以在這裡裡面創造了一個 一個虛實的關係 那這裡面呢 包括幾件事情 想像力 Imagination Memory Time and Space 這三件事情 開始在那個城市裡面跑出來 那這三件事情都是我們建築裡面 很重要的三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身為一個建築的創作者 除了要去了解空間形式以外 你要對於想像 對於記憶 對於時間跟空間之間的關係 你必須要有你自己的一個看法 所以最後建構出來的才叫做 一個叫做看不見的城市 是一個好像很具體 可是實際上那些東西被 所以Italo Camino 都定義為看不見 Invisible 那這看不見當然是看得很清楚 這看不見其實是因為 他經過了語言 經過了敘事 他經過了另外一個媒介 而讓那件事情 跑到每個人心裡面 那也因為這樣子 讓我對這一本書非常的著迷 那這本書呢 用了55個城市 勾勒出55個不同城市的意象 那那個是一個非常具有威力的 一個基本的架構 在於兩個人的對話 經由辯證 經由Dialogue 這Dialogue不是只是說話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辯證 是來回來回在丟球這個狀態 跟想像的時候 我們來看它這個整個架構裡面 比較有趣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是 它有九篇手跟墨的對話 手跟墨是一對 OK 它在進行的當中 如果你 你的十八個故事 十八個對話 九篇的對話 你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他們的互動關係 是一個波浪 是一個從很平的 拉到很高 再拉下來 再往上拉的好幾個小波 然後那樣的關係 所以那個整個對話 是屬於一種叫做進行狀態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你可以那樣去看那本書 你可以不看城市 你看對話就好 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種movement 然後它產生很多部分的 的tension 就是各種不同的張力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是 這一個五十五個城市 各分別為十一個主題 每個主題有五個 所以你在看這本書 你看不懂 因為它這個五個裡面有告訴 城市的記憶 城市的 跟符號 城市跟慾望的關係 那我們先不談那個 那個十一個主題 我們先談這個五十五個城市 這五個城市 五十五個城市最有意思 全部是用女人的名字 五十五個城市 從來沒有一個城市是你聽過的 都是Italo Carvino編出來的名字 那這個名字呢 每一個都是女生的名字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 在西方文學哲學裡面 女性比男性難懂 因為男性是進化未完成的動物 OK 女性是進化的比較成熟 比較細膩 所以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 粗獷的 未完成的 半野人狀態的男人無法理解的 所以我常常說你這個女人 我搞不懂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 支離破碎在於一些細微的想像 或細微的敘述 這個敘述是無法用一個大的章法 來表現的 那可是也正因為是那樣子 所以她所表現出來的狀態 更具有創造性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很多人把 女性這個符號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個子 特性特質 拿來做 玉書創作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motiv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她離開了 像太陽神的那一個 已經被定住起來的那個狀態 那所有用那個女性的名字 其實都在講那個docks of the moon 就是那個太陽的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常常在西方文裡面談到就是desire 就是欲望 欲望這件事情常常是藏在內心裡面的 就像那個太陽神跟九神那個九神一樣 所以我們從那個地方大概可以理解 Itaro Cavino在寫這本書的意圖 她為什麼要用一個女性的名字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事情 來敘述這五十五個城市 另外一個還很重要的事情是 在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馬可波羅跟可漢在對話的時候 突然可漢問馬可波羅說 你跟我講那麼多的城市 沒有一個我聽過的 都是一些繞口的女性名字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來自的那個你的故鄉 威尼斯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威尼斯 我最好奇的就是你的國家 你的國家的威尼斯 就是我在一個東方帝國裡面 我最好奇的一個城市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告訴我五十五個城市 威尼斯在哪裡 結果在中間的一段裡面 馬可波羅就跟可漢說 喔 我跟你講的全部都是威尼斯 我只跟你講一個城市 所以他的五十五個城市的所有的意象 對馬可波羅來講 他也是只是一個城市 那這裡面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他談的一件事情是在談 你在認知一個城市的時候 他可以非常的universal 每個城市對他來講 都是一樣的事情 那個關係到你從哪個地方看 當你拉到很遠的地方看 你會覺得他都差不多 當你拉到很近很近的地方看 來看一個叫做都市街景人的相處方式 你也覺得都一樣 唯一的不一樣是在中間 唯一的不一樣是 你不是拉到很高 或是拉到很近的時候 你在中間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哇 好多元 每一個城市都有他各自不同的樣子 所以人的眼睛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有的創作者都在談universal 可是所有的創作者也在談singular 在談獨特性 可是獨特性的背後 還有林建衛建議員叫做普通性 就是當你今天看好萊塢電影 為什麼好萊塢電影 可以拍得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是因為他每一個有獨特性的故事之外 他們在這部片還沒推出去之前 他們自己在放在放映室 一直在測試 在測試什麼 測試普通性 測試哪一種人看得可以不掉淚 如果每一種人看得都掉淚 那個普通性就出來了 那個是一個叫做universal的 共同的情感 所以好萊塢拍到後來 大家覺得太商業 是因為他幾乎抓到了某些普通性的 那個共同的狀態 那個有的時候的普通性是會跳離開什麼 跳離文化特質 就是說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都好 西方文化的人看到東方文化的東西 他也會被感動 他也有感覺 因為他覺得跟他的人生也很接近很接近的狀態 那個時候普通性的東西就會跑出來 可是當然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各種不同的 特異點或獨特性 那創作者最難最難的創作者 或是最棒的創作者 往往是在拍了各種不同的片子 或做了各種不同的作品 都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獨特性格以外 他裡面暗藏了一個 大家都可以懂的普通性格 如果創作者可以抓到哪一個點 比如說 你去看一個西班牙的鬼才電影導演 叫做阿莫多瓦 那個人拍得超級詭異 那個所有的事情你幾乎無法理解 那個他對於性 對於親情 對於愛情 的各種奇奇怪怪的方式 可是你就會被touching 你會覺得阿莫多瓦這個人 超級感性 他對於感情 對於人性 有充分的理解 雖然很殘酷 很變態 可是你還會被感動到 那個其實就是在談 55個意象跟一個城市意象 這兩件事情的差別 我不曉得你們理不理解 可是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在Itaro Cavino 在寫他的文字的時候 這件事情一直存在在他的文本裡面 一直在重新重新的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的 這55個都不一樣的事情 其實他都是同樣一件事情 可是可愛說 那你跟我說同樣的事情 馬可波羅馬上跟他說 不對 我跟你講的都不一樣 每一個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每一個都是不一樣 你不能把它當作一件事情看 他就說那我的帝國是不是就是一件事情 他說是 你的帝國一件事情 我看到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兩個就在這種對話裡面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永遠跑不完 OK 這是他的架構 那你要如果看到這個架構 來讀他的書 就會覺得顯得特別有趣 另外一個架構 他在裡面訂了11個主題 這11個主題大概分成兩段落 不過如果念書念到這樣 然後又變得很無趣 不過這就是因為念了三四次 我故意把它整成一個 看起來很無趣的狀態 那你如果自己念的時候 就不要那麼無趣 什麼第一段 第二段 什麼章節的狀態 這兩個大架構是 前面的一個架構 他用的名字叫做 城市與什麼 OK 那城市與記憶 城市與死亡 城市與符號這個東西 到後面 幾張的時候有個反轉 開始跑出一個什麼什麼的城市 那個有點點不太一樣 到後面的時候 輕盈的城市 貿易的城市 連綿的城市 跟隱匿的城市 這些城市 基本上 在他的文字敘述裡面 是比較具有 意象性的 圖像性的 也就是他後來的城市 比較具象 後來城市都有一個 你幾乎看他寫的東西 你就會跑出一個照片出來 比如說他跟你說千景之城 你一聽到這個名字 你就會有一個 大概有一個image 那個城市是 一個城市是一堆景 對 那這個都是具有圖像性的 可是 當他今天開始 讓他城市開始有 很精確的圖像的時候 其實背後 比如說一個輕盈城市 他其實是難掛這些東西 也就是前面的這個 十一個主題的前面七個主題 到後面具有圖像性的時候 是一直灌進來 灌到你的一個圖像裡面 所以當你要去理解一個圖像的時候 這個圖像所背後隱藏的 可能同時隱藏的死亡 同時隱藏的符號 同時隱藏的貿易或記憶 這些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支離破碎的每一個個談 每一個一個交換到最後把它囊括在一起 變成一個萬 那這個萬呢都是有一個具體的具象的 形象的 跟前面在講一個某種細節 或是某一種背後的分類是不太一樣 所以後面的這個事情是具有 特別具有具象性 前面呢 前面這個事情 城市與記憶 城市眼睛 城市與慾望 最後最重要這一欄 是非常有趣的 記憶 眼睛 慾望 符號 名字 符號跟名字快接近了 死亡 天空 包括裡面還有一個眼睛 這個眼睛也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們常常說 對於一件事情的認知 常常是從你的觀看開始 所以你的觀看 看到的東西跟看不到的東西 其實是產生很大的分別 所以呢它城市眼睛其實在談 你怎麼去觀看這些世界或是你 有些東西是看不到的 那在這裡面的這個架構裡面 幾乎這一欄 當我看到這一欄的時候 我不去看他的故事 我看到這一欄的時候 讓我腦子浮現的 最重要的建築師就是John Hedda John Hedda 在他的所有的作品裡面 都在談這個事情 談死亡 談記憶 談blahblahblah這些 所有的符號名字 這些所有的事情 然後呢它特別有意思是 每一個城市都講五遍 所以它這十一個主題 講了個別講了五次 所以這個五次呢 它其實在 五次在講城市與記憶的時候 它其實有所轉變的 比如說它在講第三次的 城市與記憶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把它的城市與記憶 帶到什麼 帶到死亡那邊去了 也就是這十一個東西 十一個主題到 在個別有五次的說法裡面 它其實是交換的 是交織的 是一個網子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畫成一個叫做圖的話 它大概是這樣子 它有十一個東西 前面的幾張 這幾個東西是 可以連連看著線 變成一個網子 變成網子以後 它後面的四個 具有意象性的時候 它變成畫一個圈 把這個網子圈起來 三個圈成一個 這三個再圈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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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變成一個具象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難做的一個狀態 可是那個狀態 你幾乎可以看到 Itaro Caveno在它後期 所談的一個東西 它說 所有的城市 就像星塵一樣 天空 星塵呢 到底星塵有沒有很大的變化 其實你可以說 星塵是沒有變化的 所有的星星 每天都存在 那你每天都可以看到這個星星 偶爾你會看到三個星 其他看不到 可是它還是存在 它不會不在 可是你覺得好像每天都在 可是它實際上 星星 星塵 宇宙 其實每天都在變 永遠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可是你在那麼遠的距離裡面 你會覺得它每天都存在在那邊 什麼星跟什麼星之間的關係 是很清楚的 那它其實 其實這整個55個城市 就在談一個宇宙的星塵 在談一個脈絡 當它今天其中有一張在講這個時候 你幾乎可以想像到 它在看它自己的這本書裡面 的那個狀態就是跟宇宙的那個大星塵一樣 可以單一看 可以好幾個連著看 可以全部看 或者你當你全部看的時候 它又全部都不一樣 所以是在這樣的狀態 好像講的有點亂 不過這個其實就是 它很亂的那個部分 再來談它的章節 它的章節有個細譜 很可怕的細譜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它的這個章節的細譜 這個章節的細譜是 第一章跟第九章 講了十個城市 可是第二章到第八章都只講五個城市 可是這個五個城市是一個階梯狀的 如果你把你的書的目錄拉出來 我唸給你們聽 第一章 城市與記憶之一 馬上接著城市與記憶之二 請你們這樣看 我唸給你們聽你們這樣看 從上面城市與記憶之一 之二 往下跳 又回來 城市與慾望之一 馬上跳到城市與記憶之三 回到城市與慾望之二 慾望跑到二 又跳到一個新的 叫城市與符號之一 又繼續往上跳 所以呢 它在第一章裡面 城市與記憶已經講了四個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到第二章以後就開始平鋪了 就沒有重疊了 因為它的 城市與記憶的五個故事 在第一章已經講了四個了 所以再過來就講第五個 所以就是 像階梯一樣一直往下走 一直到最後一章 趕進度到最後才開始 到最後一章念給你們聽 城市與死亡 城市與天空 連綿的城市之三 隱匿的城市之二 你看隱匿的城市跑出來 有一個之二 城市的天空之五 已經結束了 連綿的城市之四 快要結束 隱匿的城市之三 要跑出來 連綿的城市之五 已經跑出來了 隱匿的城市之四 隱匿的城市之五 所以隱匿的城市有四個 是在最後一個章節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一個大階梯 那這樣大階梯 從它自己的鋪陳 從記憶開始死亡 直接開始一直往下走 OK 那這是它的結構 它的整個目錄結構 跟Number有關 跟它要鋪陳 它的五十五個章節之間的 交織的關係有關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在這樣跳著看 除了剛剛跳的那個 手跟墨的關係以外 跳著看它的所有內容 那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當初在看的時候 我最不懂的一個東西就是 貿易的城市 什麼叫做貿易的城市 黏黏的城市跟隱匿的城市 我大家都可以懂 因為那個都在講 講twin 比如說隱匿城市 是在台灣那個藏在看不到的那一對 在西方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叫做雙胞胎 雙胞胎其實是一個twin 然生子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的隱域 雙胞胎 曾經有一個建築師拍過一個電影 那個建築師 以前是建築師 後來變成拍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電影 叫做Peter Greenaway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導演 台灣英國導演叫做Peter Gleynaway 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請舉手 沒人知道 他拍過 大道廚師 廚師大道 大道的太太跟太太的情人 很長很長的一個名字 早期他拍過一個電影叫做 叫做 建築師之父 那個肚子 來紀念Belay 紀念一個 那個啟蒙時代的新古典主義的人 然後再更早期他拍了一部片 叫做惠圖師的合約 他講的是這樣 在講 18世紀 14世紀到18世紀西方所發展出來的 perspective 透視圖法 他每一部片都在談跟建築 或是跟藝術有關的事情 他在拍了一部很重要的片子 叫做Drawn by Number 台灣翻了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叫淹死老公 然後呢 他的每一個景象都是在談數字 你吃的豆子有五顆 你看到的 掉下來的水果 地上的水果有六顆 從1一直數到9 永遠到9就停 他告訴你Number到9就是一個循環 永遠在循環 非常像Italo Cavino 如果你去看 Peter Green認為的淹死老公 其實他在談Number Number對西方真的很重要 然後他其中還拍了一部片子 也非常非常重要 叫做ZOO 動物園 可是他談ZOO的時候 並不是真的在講動物園 他在講雙胞胎 在講兩個東西 西方裡面常常說雙胞胎非常非常特別 雙胞胎是一種 一種連接又不連接的關係 只要有一個人車禍 另外一個人會痛 不曉得為什麼 這是在西方裡面 他一直在覺得雙胞胎有一種 人類無法理解的狀態 甚至於呢 世界上可能有兩個人 兩個人好像有關係 又好像沒有關係 兩個人 可能你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人會有感應 當然那個是一個很奇特的狀態 可是是在一些藝術創作的人 常常在碰觸這個問題 跟神沒有關係 他是在講某種狀態 我最記得有一部片子非常非常重要 那部片子是 齊斯老司機 曾經拍錄 有人知道齊斯老司機嗎 知道的警局長 OK好像只有你知道而已 他拍過紅色 藍色 白色 拍過三個顏色 然後他拍過一個 在紅色 藍色 白色之前拍過一個很重要的片子 那個片子叫做 Double Life of Veronica 維洛尼卡的雙重生活 講一個東歐的人 跟講一個波蘭的人 講一個法國的人 兩個女生 找一個同樣一個人演 這兩個女生呢 同樣的名字 兩個互相都沒有關係 這個人發生的事情會影響 在波蘭這個女生發生的事情會影響 法國那個女生 可是兩個個性完全不一樣 他就講那個twin 兩個之間分別在不同的世界 可是有某種狀態是對應的 那其實這個跟Ithalo Carvino 在講那個隱匿的城市很相像 Ithalo Carvino 好幾個城市都告訴你說 只要在這個世界上 地上發生一件事情 地下都有一件事情跟你 跟地上這個事情是一樣的 繼續發生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 什麼時候你才會知道 等你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會知道 那他會告訴你說 很多人都覺得下面那個地方是 是邪惡的 然後我們的人世間才美好的 可是當你到下面另外一個隱匿的世界以後 你發覺他才是一個美好的model 因為世界上的 地以上的東西才是邪惡 因為人性邪惡 所以很多的痛苦到下面就變成 另外一個所謂的美好的事情 所以他說一個城市的model 常常不是地下裡面的model來學上面 而是上面的寄存的model來學下面 有點聽不懂 可是他在談那個twin之間的關係 那隱匿城市在談這個 那時候我最不懂的是貿易的城市 什麼叫做貿易的城市 貿易的城市叫做exchange 交換 我不太知道我說的精不精確 可是我看到貿易城市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到的是 是 Ren Kouhas Ren Kouhas在他的 Dearest Young Young那本書 就是那個 那個瘋狂的紐約 狂戰紐約的那本書 常常在開門尖山第一句話就說 人是因為慾望 所以來發展科技 科技是在滿足人的慾望 當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 做不到的時候 你會用進各種不同的方式 來讓你的 人的慾望可以呈現 可以滿足 當你今天科技來滿足你的時候 你就跟他做了一個交換 把科技的東西交換回來 變成你的想像 變成一個新東西 所以任何的事情 常常是因為你有desire 然後你經過一個exchange的關係 你讓他那個desire 呈現成一個 從invisible 變成visible 那visible的東西 其實暗藏的不只你的想像 是包括你的慾望 你因為要這個東西 所以你才經由另外一個外部的科技 讓這個東西跑出來 那這是 Ramquist在談 狂戰紐約 為什麼他在狂戰紐約 一直要談desire 談慾望 就是因為他都是一個交換句子 他叫做fantasy of technology 就是他是一種叫做科技的想像 因為科技讓你有一些想像 這個想像來回應你的desire 回應你的欲望的關係 那這些都是我自己的聯想 都是我 因為我在看Caffino的時候 我讓我自己的腦子裡面 跑出的John Haddock 跑出的Ramquist 這些人所產生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的每一個章節 之間的關係 慾望 記憶 符號 親癮程式 貿易程式 程式的跟眼睛的關係 一直往下走 OK 這你們只要知道就好 然後你們自己看你要怎麼去讀 所以讀他的 讀他的書有非常非常不同的 多的讀法 我是試著 我比較變態 因為我試著 每次讀都是不同的翻法 然後每翻一次就會做一次筆記 所以三四次的筆記都不太一樣 做出不一樣的事情 那麼來看 他在於對話 我們先來談他的對話 對話一 對話二 他到底中間經過了什麼轉換 第一件事情是 你們可能在這邊要注意看的是這個 是上面的這個 是我自己在想 每一個對話的時候 他產生的一些反轉的狀態 剛開始 馬可波羅跟可汗 他的對話 基本上是一個跨越語言跟文字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他們沒辦法依靠 他們之間沒有共通的文字 他們之間沒有共通的語言 所以他們只能去做 想像跟具象之間的關係 來讓那個建築 或空間 或者是城市有一個具體的轉變 這是他們的剛開始 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 馬可波羅 在第一段 他就借展示每一種物品 來表現個別的城市力量 所以馬可波羅必須要努力的 非常努力的 拿一些東西出來 來告訴他說 這就是我跟你描述的那個城市 對我來講 so powerful 就是我們常常在談說 物件的力量 一個singular object的力量 今天如果 我們今天在上 我現在用一個叫做設計的語言 在講我理解的文學 今天如果你在做一個presentation 你今天要告訴別人說 你今天要怎麼講一個城市 或是一個空間 你不藉由語言 你不藉由文字的時候 你要藉由物件 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個東西拿來 告訴他說 我跟你講 這個城市有多奇特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就是我們今天最常做的訓練就是 你必須要能夠變成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夠具體的 夠特別的 獨特的能夠represent那件事情 而不淨由我們最常用的語言文字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的訓練 我們常常在訓練這個事情 所有的藝術的訓練都是這個 然後他剛開始在這樣一個關係 然後呢 那個時候可漢就看到他自己的帝國 他說他的帝國其實是一片沙漠 可是這個沙漠呢 他這個沙漠的沙利很有意思喔 是不安定的 是可以交換的 每一天都在改變的 雖然可漢 他自己在理解他自己的帝國 他的帝國呢 其實在蒙古 其實是一片沙漠 看起來他的帝國永遠不變 可是沙漠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沙漠這件事情是每天都不一樣 你如果真的很好奇的時候 你可以插一根竹竿在那個地方 每一天你發覺突然竹竿吃起來一點點 隔天又跑出很多 他其實是一個充滿著變異的 一直在改變的這樣的狀態 所以他們兩個人 個別有個別不同的想像 一個人在想像他的帝國 一個人在努力的去尋找一個 那個帝國看起來是一片沙 不穩定的一片沙漠 一個人在努力的拿一個東西 來告訴他說什麼叫做城市 所以他們裡面呢 其實都在做一個叫做互換 而且是什麼互換 意象 不是一個語言的互換 是一個意象的互換 他們剛開始呢 他們用了手勢跟物件 然後讓那個意義 產生 所以這個帝國呢 其實是一種 兩個人叫做基同鴨獎 所以兩個人的帝國是一個超精神性的 就是完全不曉得在幹嘛的 兩個人沒有一個共同點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幻覺的 然後可漢只是問他說 如果我熟悉了所有的徽章 我是不是可以就可以擁有我的帝國 當今天馬可波羅娜那一堆一堆的 各種不同的東西給他說 這我看到成是 可漢非常非常的好奇說 那我現在已經擁有這麼一片沙漠 各位如果再熟悉了 你所有給我看的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擁有更大的這個帝國 我是可以擁有全部 他要的是那個all 那個全部 可是呢 馬可波羅跟他說 他說沒有 你說你擁有的這些徽章呢 你只是多了一枚而已 你只是許多徽章的一枚 你永遠沒辦法擁有全部 你永遠沒辦法看到你的這個所有的沙漠 你以為你擁有那個all那個狀態 他說不可能 所有的東西你只不過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而已 你永遠只是 在這個星塵裡面 你覺得你就多掌握一個 可是他永遠沒辦法告訴你說 你掌握了那個全部 那個時候你可以知道 他的兩個之間的角色很特別 一個是帝王的角色 一個是叫做貿易商 在流浪的那個角色 他所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關係 可是他們突然在交換他們的關係 到了第二段 第二段手的時候 馬可波羅就跟他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 我追尋的地方永遠在前方 即使是在過去的事情 哇 超重的 那個 那個 永遠在往前跑 任何事情都已經到過去了 OK 他說隨著這個旅程呢 旅人的過去呢 隨著他所走路間而改變 他不是指著每正一天 就是最近的過期 而是指著遙遠的過去 每抵達一個新的城市 就會再度發生 發現一個 後面這句最重要 就每到一個新的城市的時候 你發現最後的 自己不知道的那個過去 那個其實是非常 Italo Camino 心裡面要講的 他就說你每一天 都在走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每天新的地方 其實所有的過去 都是一個past 你都夠感受到 你以為你在追尋 最遠的那個未來 最遠那個新 可是你卻 在馬可波羅自己的感受裡面 他說 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 其實我追尋到 或者我隱隱約看到的 其實是一個更大的past 更不知道的那個past 這句話看起來有點弔詭 可是這件事情 對我們現在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雖然它很理論 可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今天任何一件事情 我常常在我這一組的studio 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你不要害怕去尋找 尋找以前的 memory 或是history的prototype 可是你找一個prototype 你也不是在追求一個過去的prototype 你其實在未來尋找過去的prototype 所以那個prototype 必須要被進化 那個prototype 必須要被看得見 如果說你今天做一個四合院 當你今天做這個四合院 做完以後 就像以前三百年前的四合院 沒有意思 因為你只是拿到過去的那個五件而已 如果你今天是在五年後 找到一個三百年前的四合院 可是你在做五年後的事情 你在追尋你一個新的城市 那個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新的表現 那馬可波羅基本上講的這件事情是這個 所以他說我必須上路去尋找另外一個層 因為 那爾在等著他的另外一段的過去 或者他是一個future 這未來已經是別人的現在 還有另外一個 他在看那個大世界的那個狀態 當然我們不用去細講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都是叫做辯證 就是裡面是哲學對話 又講過去又講現在又講未來 我現在的未來是別人的現在 哲學家就是這樣子 講完以後你就不想跟他聊天 因為你不曉得他講什麼 那可是實際上 你如果真的細細的去讀他的那個文字 其實對你現在在做一個設計的position 會有很大的了解 然後可漢就問他說 他就有一個很stupid的問他說 那你是為了要體認過去去旅行嗎 你是為了要去尋找失去的未來嗎 ok 然後他說別的地方是一個反面的鏡子 語言看到的是這麼少 他永遠的永遠 他從未擁有過永遠不會擁有是那麼多 他在講的也沒什麼好講 其實他講mirror這件事情 鏡子這件事情 他每次在看到的東西 讓他聯想的都是另外一個地方 為什麼 為什麼 馬可波羅 可漢馬可波羅說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威尼斯 他就告訴我 我其實跟你講的全部都是威尼斯 我跟你講的是每一片的鏡子 每一片鏡子都在映射威尼斯的過去 有的是在映射威尼斯的未來 有的映射威尼斯的一個細部 有的映射威尼斯的一個很大的all 都在講那個狀態 那這裡面最重要最重要是在談這個 時間 記憶 歷史跟未來 就這四件事情是他的這個對話裡面 我個人認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背後 Italo Calvino想要詮釋的那個部分 ok 然後在他這個開始第二段末的時候呢 其實馬可波羅已經跟他已經有點溝通了 所以開始用語言來代替物件跟手勢 他開始有什麼 有形容詞 有動詞 有表情 也就是他開始把原來沒有表情的 只是拿一些東西來告訴你什麼東西 後來不藉由那個東西 藉由他的臉部的表情 藉由他的聲音的感嘆詞 各種不同的聲音來描述他的東西 最有意思是他後來還開始用名譽跟暗語 開始用一些比喻了 那你就知道其實在1960年 文學評論裡面最重要都在談metaphor 一談到metaphor的談論就是叫做符號 符號裡面我們常常說 它有一個叫做深層意義 表層意義 它後來代表了什麼事情 這是後現代主義最常在談的 也就是說語言玩到後來的時候 開始語言不是在講語言的這個部分的單一的意義 語言開始變化成一種新的meaning 或是在比喻或是在形容另外一件事情 那這在1960年曾經一個語言學家 他做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我們用中文來講好了 比如說今天Hank很火 如果我們今天說Hank很火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是什麼 那個要context 那個就是暗語比喻 很火有兩種 一種就是很生氣 一種是很紅 因為在中國大陸很火叫做很紅 可是在台灣很火就是很生氣 所以那個語言之間的meaning 會有一些誤解 這誤解跟它的language system有關 跟它的之間的關係 我們講說很紅 大陸的很火跟我們就說很紅 可是我們今天講很紅的時候 人家以為你是穿那個大紅衣服 變成顏色了 所以各種不同的字 它背後有某一種文化系統 那也因為這種文化系統 所以在了解的文化系統 在談論的時候有一種描述狀態 但不了解的時候 另外一種描述狀態 那馬可波羅跟可汗就開始在這個語言裡面 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所以他們開始就互相之間懂了語言 然後互相之間懂了語言呢 他們其實又用一個東西來取代語言 叫做姿態 開始用posture 就是身體 用body 來重新represent那個語言 所以非常非常好玩 本來的body只是在做一個手勢 很清楚的告訴他 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的body的姿態 已經帶有某種形容 或者是感情的關係 可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大部分都還是叫做沒有聲音 因為他們才剛才是熟悉的狀態 所以這一段在談什麼 談我談到的 1960年後現代主義裡面的 那個叫做語言跟想像 就是language linguistic 這個事情到底有多麼的神秘跟奧妙 那當然這是後現代主義在70年80年 最著墨於之間的關係 到第三節 開始產生一個另外一個轉變 他說他講了很久很久的城市之後 那個可汗已經知道說 馬可波羅講的城市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子 在這個時候的第三節 他已經出現了15個城市 也就是你如果再回去看那15個城市 其實他講的還是不太一樣 可是馬可波羅在那個不一樣的15個女人的 城市的名字的時候 他有一點點意會到說 好像馬可波羅講的都是一個樣子 他只在改變什麼 改變一個叫做組合元素 他就開始可以到另外一個城 所以呢他開始理解 他說 嘿 如果這樣組來組去 你告訴我的15個城市 等一下 換我來講給你聽好了 因為我也可以講了 因為看起來城市沒有那麼複雜 看起來的城市是很多element 只要開始重組就好 然後呢 馬可波羅在每次講一個城市的時候 這個可汗呢 就會從想像中出發 把那個城一片一片拆開來 換掉移動顛倒 用另外一個方式組合起來 這段超級有趣 這段的有趣是什麼 這段有趣是馬可波羅 繼續在說他的城市 可是呢可汗沒有在聽了 可汗在心裡面 把他的A城市跟B城市跟C城市 開始都猜出來 他開始在心裡想像 他自己的城市 從剛剛的誤解 從剛剛的物件開始 到語言 到第三段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開始說 我也開始開始在想像中出城市 所以你講你的 我聽我的 我聽我的怎麼聽呢 我把你講的東西抓出來 重新reorganize 重新組合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方式 就是 今天我們在談 我們的studio教跟學 我今天講給你聽 或John Haidak講給你聽的事情 如果你理解那個某些狀態 其實你也可以創造你自己 心裡面的某一種city 你可以創造的 那看你怎麼去試 那可汗是一個 永遠被關在一個點裡面的 所以他永遠知道他的situation 他不能離開他的中心性 他永遠沒辦法去看到那個城市 可是他開始覺得他可以travel 他可以旅行 那個旅行我們常常說 那是一個叫做心智的旅行 或者是想像的旅行 他可以藉由各種不同的東西 拉到很多地方 那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是designer的特質 designer 每一個人要做創作的人 你要有能力 在於不走出這個門之外 你想像到現實 或者是 創造一個想像的現實 你要有能力 關在你的圖桌上 可以知道你要 做什麼樣子的新的創作 你要有能力像馬可波羅一樣 到了外面去 把外面的各種不同的東西回來 一個一個清楚的 做一種片段性的 或多元性的描述 那這兩件事情 在這邊開始做交換 他們兩個東西 開始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交換 那時候可汗就開始 取得他的發言權 他剛開始是被動的 這個時候他開始主動 他說從現在開始 我來跟你講城市 可是你有一個責任 你要告訴我的 是不是世界上 有這樣城市跟我想像的一樣 so powerful 換我來講給你聽 你告訴我你看過的 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challenge 然後呢 這是一個做創作的人 非常重要的challenge 我今天在做一個虛構的想像 可是你要回應我 這個虛構想像在現實存不存在 這現實有沒有被 可以被他真實化 ok 所以他已經開始做了一個 這個動作 然後他開始在講的 他開始在做他的創作 在描述城市的時候 馬可波羅就給他澆一個冷汗 澆一個冷水 他說可汗啊 你創造這麼多 我現在就是在跟你講這個城啊 你跟我講這麼多幹嘛 你講的都是我在這邊 那兩個人是在較勁的 兩個人是在各種不同的doll 他說你知道這個城 叫什麼什麼名字嗎 他說這個城沒有名字 城市的組合呢 如果缺乏相連的線索 沒有類在的韻律 沒有一定的筆利 沒有交流 那就必須要排除在 可以想像的城市之外 也就是說可汗還沒抓到一點 可汗雖然他覺得他可以重組 他可以reorganize 他可以重新想像各種不同的城市 可是馬可波羅跟他說 你還沒到 你還沒有到那些城市 因為城市有些東西 你還不清楚 那個城市必須什麼 必須所有的element 必須要有線索性的相連 每個城市必須要有一個內在的規律 每個城市要有一定的比例 而且可以exchange 這就是我們設計在講的 當你今天同學們做了一堆案子裡 我還是可以拆你 我還是可以把你 叫你翻案 我說你這個沒有order 你這個scale不對 你這個什麼 就是你在想像那個重組的關係裡面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藏在那個重組架構裡面的 背後的那個system 這個system他說 內在規律 比例 還有blah blah blah 線索之間的關係 所以常常很多人說 你可以這樣連 我也可以這樣連 我把這幾個東西連完給你看好不好 結果你還是被菜 因為你那件事情還是沒有 沒有那個東西的存在 那Marco Boro說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Marco Boro說 雖然城市像一個夢境 所有想要的東西都可以夢到 可是呢 這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要隱藏著這個慾望 或者 隱藏著反面的恐懼 城市都是用什麼 這個時候出來了 城市都是用慾望跟恐懼造成的 每一件事情都隱藏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有慾望有恐懼 它是一個double 兩件事情是同時發生的 互藏的 然後 可漢跟他說 可是我沒有 沒有慾望也沒有恐懼 我的夢就是 偶然形成的 ok 然後呢 這偶然形成 他說你喜歡一個城 在於他有70或70個 是你對於 很重要 在於他對你的問題所提示的答案 那個時候可漢跟 跟馬可波羅有一個重要的對話是說 可漢說 我在這個城市我擁有全部 所以 我只是喜歡玩這個遊戲 所以我在做很多很多都不能想像 這個想像都是我突然來一個夢 這個夢告訴我 這個城市長什麼樣子 然後那個馬可波羅 所以再一次的交他冷水說 沒用的 這些東西再多都沒有用 其實真正的城市 不是在於你可以生產7個 10個 100個 而是重要的是你 問題是什麼 你提出來的答案是什麼 這很像老師講的話 你要有concept 你一定在做畢業設計 不是做了100個模型 你一定要提出一個問題 對這個問題有個答案 那些事情才會成立 要不然你做100個模型都沒有用 你做了100種想像都沒有用 然後這個是在他們的第三個段 就已經開始有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struggle 他們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 互扯的關係 那這互扯的關係非常 我看到這一段我好 好有感覺 這很像那個老師 設計課老師跟學生的對話 中間在做很多 跟做很多以後 被說你這件事情沒有order 或是沒有question 沒有背後要challenge的東西 那個system到底是什麼 都沒有 然後可漢就摸一個城市 他就跟馬可波羅說 請馬可波羅去所有海岸找到這個城 然後馬可波羅跟他說 這個城一定會在 可是呢 總有一天我會從那個地方開航的 他只有一個秘密 他只知道出發不知道回航 所有的事情 你的問題丟出來 那個城市丟出來 他才是開始而已 他沒有ending 那這也是我們 唉 又變老師了 畢業設計只有過程 從那個地方開始 不在乎你最後的結果 你就是那一段 你是要從哪一點開始 你要決定你從哪一點開始 所以你在想像一個城市 不是在想像他的 喔 那個城市是在想像 你要先從哪一個城市開始 那個開始就從那邊開始出發 那就往前走 那其實這個是他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對話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談他的對話的後面 OK 我們繼續 我們大概很快帶過去就是 所有的對話 那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每個對話 其實重要的都在上面 因為 其實他每個對話有一個 有個流動性的波浪 那個波浪都是在重新的詮釋 他的城市與什麼 城市與什麼 城市與慾望 城市與死亡 城市與符號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讀他後面的那個 55個故事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們的對話之間的波浪 是如何形成 所以呢 這個指 這個裡面的所有的事情 其實都在談 跟我剛剛列出來的上面事情有點關係 那Desire 在第四章的 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Desire 開始跑出來 比如說 他 他 可汗在問這個馬可波羅說 那你講的這些所有的城市 都是虛構的嘛 他已經開始知道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想像的 他就問他說 那可是有一個很實際的東西 就是我的帝國 我的帝國是一個real city real country 那你講的都是 都是imagination 所以呢 你為什麼不來好好談談 我的帝國 我的帝國正在腐爛當中 那他說 稱為他外國人 你外面來的人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的這個帝國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馬可波羅就跟他講說 你的帝國縱使是在生病 然後呢 更壞的是你在習慣生病 所以呢 我在探索的是看見歡樂的痕跡 測量 它短缺什麼 那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的身邊那個real country real city 有多麼多的問題 多麼的黑暗 你最重要就是要留意 遠處的微弱的光線 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你雖然定逐在這個點 你知道你的所有的system 開始產生的各種不同的腐壞的狀態的時候 你更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是經由你的imagination 開始在你的定著點往外拉 拉出去的時候呢 外面給你的幫助 並不是它的system 是它個別的 不同的 產生的微弱的光線 那個微弱的光線是 馬可波羅在告訴他說 這五十五個城市最重要的意義 這個意義呢 所有東西都是在這裡面探索一些 有關於讓它正面發展的痕跡 或者做一個叫做細部的測量 這個細部的測量 是在這本書裡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狀態 然後在這裡面他就開始 又在談它的城市了 在談到城市裡面叫做長與非常 就是基本上的常規 跟離開常規的那些例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呢可漢就跟他說 我心裡在建造的是一個模範的城市 所有東西都在符合常規 如果有這個常規的話 它就可以演變成各種可能的城市 然後呢 現成的城市在不同程度 是偏離常規的 我要預先認出不屬於常規的例外 可以計算出最接近真實的組合形式 那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你怎麼看待尤其是我們的創作人 你怎麼看待你可以看到的那個 基本的system跟order 跟你們去看待如何看待非order 在這個order之外的那些事情 它有辦法infill回來你的這個系統 然後馬可波羅就跟他講說 我也曾經構想過一個模範城市 兩個人心裡面都有一個model 都有一個prototype的city 然後這個prototype city 他說他的prototype city 其實不是在包藏一些常規 他說他是演變出其他城市的各種 例外衝突矛盾的城市 然後呢假設這個城市最沒有機會 因此我只要把模型剔除若干例外 無論他朝向任何方向都可以達到一個 作為例外而存在的城市 不過這樣活動不能超過一定的界限 否則他的存在機會就不能成為真實 這裡面事情是什麼 我不曉得很抱歉 我總是當把設計課 這個課程當作我在看這兩個人的對話 就是說你今天要看到非常的事情 看到一個怪怪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他有沒有貢獻 他有貢獻 他可能像可汗講的都是一些微弱的光線 可汗會覺得說我今天既然這個城市生病了 所以我找到一些好的東西 我是不是就把它拿進來 來建構我的這個新的城市 好像這個事情可以形成 可是馬可波羅補助了一點 他說所有微弱的光線 所有外面的非常狀態 不是你所有東西都可以用的 不是所有的事情 任何一個天馬行空的idea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跟同學 在討論設計的時候 不是你任何一個你覺得有趣的idea 他當然是有趣 他當然是一個光線 可是這個有趣idea 並不一定會幫助你 來建構你現在的real city 你不一定能夠幫助你現在的real project 為什麼 因為你心裡沒有底 你心裡沒有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是什麼 這個狀態是很多外部的這個東西 雖然它很重要 因為可汗已經受了馬可波羅的影響 他開始覺得外面的那些想像的東西 開始重要了喔 原來他只覺得他一片沙漠 只要把它納進來就好 後來他發現那些想像的東西 其實勝過他的現實 所以可以幫助他很多事 可是馬可波羅補助 他說我的model 基本上看到那麼多不同的程式的時候 我還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一些不適合在這個model裡面的東西 或對這個model沒有幫助的東西 我要有能力把它剃出去 剃出去的時候呢 其實非常重要的是 你要讓那個例外的事情 達到的時候 這個活動一定不能超過界限 不能超過你現在想像這個model的界限 要不然它就沒有用 也就是說你今天做了任何的concept 你在經過你跟你的同學 你跟你的老師 跟你的自己的作品在對談的時候 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任何一個good idea good imagination 都一定可以workable 所以我們常常說很多同學很痛苦 他有一個好idea他做不出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你那個非常規的新的idea 不適合這個題目 不適合你問的這個問題 不適合你在出發這條線裡面 他能夠幫助你 當他今天所有東西 如果來自於四面八方的各種不同的new idea 他離開了你想要討論的問題的界限 他的存活機會是不大的 他沒辦法變成reality 沒辦法變成真實 所以我們最重要最重要的 常常在談設計的dialogue 常常是在這裡 第一件事情要求你一定要有想像 你一定要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件事情是 你的不同看法還需要辯證 你的不同看法裡面 不一定都有機會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有五位同學 有五個不同的看法 結果三個人做成了 兩個人沒做成 兩個人沒做成 第一個當然可能是能力 第二件事情可能是你題目就錯了 你那個例外 那個非常 那個事情 沒辦法幫助你現在所建構出來的那個bundary 最重要是你必須要為你現在做的reality 要先建構一個bundary 哪些東西是你要挑戰的 要不然很多的同學就會confuse 會覺得說 我有這麼多很棒的想法 為什麼都不能做 或者是為什麼我這邊這麼棒的想法 最後都做出做不出一個不好的東西來 那原因是因為他還是有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誰界定的呢 是那個question 你問的那個問題 是你自己界定出來的那個關係 到了第五個 又開始談到另外一件事情 剛剛談常規跟非常例外 另外一件事情在談到什麼 外章跟內向 他說呢 這個帝國呢已經過於外向一直往外擴張 現在應該是向內發展 然後呢可漢也繼續說 他說帝國被自己的重量壓倒了 我夢見了一個很清的城 這個清的城呢有花邊的通透的一個城 像手掌的多紋的城 鑲著金屬的城 都可以看到那個 看透他那個無光的一個想像的厚度 非常有意思 他在這個時候到第五章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一些image盆子產生了 他覺得他那個帝國 蒙古 元朝這個大帝國 非常非常重 他反而希望 他被壓在那個大重量裡面 當做那個中心點 他其實在想像一些更清的東西 更漂浮的東西 能夠找到那些事情 這裡面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 一個城像紫淵一樣的 像花邊一樣的 像蚊帳一樣的 像石脈一樣的 像手掌的多紋一樣 超有想像力 那個狀態非常非常有趣 馬葛波羅很無聊 他馬上就給他一個名字 他說你夢見的城是這個東西 這個居民呢 安排這些夜空的七七點 是為了讓月亮 月亮 讓力量 賜予力量 讓這個東西不停的增長 OK 他告訴他的是說 你現在想像那個青 其實在對抗那個重 那個重 這個青跟重早就有了 就像月亮的光芒一樣 那個微光 那個不被照到的那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最具有力量的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其實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做一個設計 或是在想像一個城市 我們總是在想像那個 最看得到的那個大東西 可是呢 你可以想像這個 他們的對話開始一個翻轉是 可汗開始知道了 他開始理解了 那些小小的微光 那個遠處的那個光芒 跟那個青青的那個東西 反而是具有力量性的 所以這兩件事情 開始兩個人在共同對話 兩個人呼應了 兩個人在講同樣一件事情 然後可汗就說 有一點你不知道 越像是給這個城 這個罕見的特權 讓他的重量不斷的減輕 當你今天開始 找到一個power 這個power呢 看起來 它具有power 可是它是在減輕你的重量 減輕你原來那個大大的包袱 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新的想像 那這個想像當然也是 Italo Cavino 在寫Invisible City 非常重要的點 它經由很多很多的 細微的 然後多元的 非常規的狀態裡面 賜予他的力量 來改變這個city 所以我們今天常常在談city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談Urban Design 永遠有那個 Urban Design的figure ground 有那個大的架構 大的system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忽視 Urban Design裡面還有一些細微的力量 在於叫做life 在很多細節的問題 那他們兩個在這個時候 開始有一個非常非常相同的對話 兩個人好像在共同追尋一種 叫做細微的 輕盈的力量 那這個輕盈的力量 到最後它會開始寫到 輕盈的城市 年綿的城市 都開始在後面那幾張 開始有些新的意向產生 那在這裡面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於細部的度量 到第五章 馬可波羅在講一座橋 在講這座橋的時候 他有一個故事都在跟他說 這個城市就是一座橋 這座橋呢 他沒有告訴他這個座橋 還告訴他每一塊石頭 每塊石頭是什麼樣子 然後馬可波羅在講這個時候 可汗就說 那蜘蛛橋的是哪一塊石頭呢 馬可波羅因為他講的都是一塊塊石頭 他並沒有在講那個橋 所以呢 然後他就問他到底哪一塊石頭呢 他說其實沒有耶 蜘蛛橋的不是任何一塊石頭 是這一群石頭所形成的橋 是這麼多的東西所形成的那個city 那你不要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很漂亮的 很細微的很迷人的 某一個小的局部某一個細部 你會覺得它具有power 沒有 這個城市它要有power 是這一群很不一樣的 各種不同的細部 各種不同的細節所形成的那座橋 那可汗就說那你既然跟我講石頭 那我跟你問石頭的時候 你又跟我說它不是石頭 它是一座橋 然後他說那你何必講石頭呢 你讓我關心橋梗就對了 馬可波羅最後一個話就說 那我如果不跟你講這些石頭 你就根本不曉得有這座橋 因為這座橋是被這些石頭給做出來的 這很像打殘語對不對 那個大和尚在跟你講那個殘語 你跟我說A的時候我就跟你說B 你說B的時候我跟你說A 可是其實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說 當你今天在做一個設計的時候 我又在談設計很對不起 超級殺風景 當你在談一個設計 你可以支支碎碎的跟你的老師 跟你的自己講一大堆細節 那老師一定會問你說 你跟我講那麼多細節幹嘛 我要叫你自己一個城市 你幹嘛講這個細節 你就要跟他打殘語 我跟你講的就是這個城市 你不要想說 我跟你講的是這些細節 我跟你講的是這個城市 那老師一定會說 那你為什麼不跟我 好好講這個城市就好了呢 他說那你不曉得這些細節 你怎麼知道我的城市是什麼呢 你一定要知道這些細節 這個就是那個城市的所有 聽起來很好笑 可是他是很真實的狀態 他其實就是那個all 那個all 絕對是這些細節給撐起來的 所以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去談一個城市的時候 你就在談那個城市的那個橋拱 你要試著去理解 每一顆石頭是什麼 你要試著去撿那些石頭 可是有一個重要點是 這些石頭一定要是橋拱的意思 不要丟了一堆石頭給老師 跟你的城市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老師被你砸到 他想把你當掉 因為最後那個城市是不存在的 你只是丟了一堆石頭過去 所以這兩個是形成一個 一個大架構的關係 那這大架構的關係 完全是看你跟 你自己的作品 還跟你的老師的對話之間的 那樣的關係 繼續還有一些細部的記憶 馬可波羅說我把你 我所知道的這個城市都講過了 然後可愛說那 那個威尼斯呢 威尼斯到底在哪裡 你來自於威尼斯 這我剛剛跟你們講的 他說你以為我在講別的城市 我每敘述個城市都是在講威尼斯 那這也是一個殘語 這個殘語跟剛剛那件事一樣的 跟石頭跟橋拱是一樣的 我跟你講的這麼多的城市都是威尼斯 Venice其實是這樣被形成的 如果你不了解那麼多的故事的話 其實你就沒辦法了解威尼斯 因為威尼斯可以那麼的細微 我今天跟你談輕盈的城市 它也是威尼斯的一部分 我跟你講一個 倒掉的城市 它也是威尼斯的某一部分 那威尼斯是這麼迷人 是因為這些東西所做起來 他說記憶的形象呢 一旦被固定下來就消失了 這句話很重要 所有的東西被Name in以後 它就不見了 所以為什麼 Italo Carvino要那麼多的Name 那麼多你幾乎不曉得 你也不覺得那個Name有多重要 因為他不讓那個Name給固定下來 他當然不願意講威尼斯 因為他說如果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威尼斯 那威尼斯就失去了 就不見了 所以我必須要用55個 其他的女性的名字 來告訴你說這個就是Venice 那也許 講述別的城市的時候 我再點點滴滴的失去它 當你今天 這很重要 當你今天做設計 常常有一件事情是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事情 當你今天 對這個城市覺得它迷人 因為它迷人 所以你做了一個設計 往往你做了一個設計的時候 那個城市就不迷人了 它的東西就失去了 我們最大的困境在這裡 我們最大的困境在於 我們每次去講一個東西 講得很迷人的時候 當你做出設計做完的時候 那個城市就不見了 它就死掉了 因為它沒有想像 我常常跟我同學說 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你在敘述以前的金瓜石 那麼的有趣 結果你就做出來金瓜石 做成這個模型之後 金瓜石就不見了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因為你說的事情 就變成另外一個東西了 所以為了試圖不讓那個金瓜石 因為你做的設計而不見 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你不做 而是你要在金瓜石的那個project裡面 隨時在抓取那些看不到的名字 或那些細節 那些屬於石頭性的東西 而不是屬於那個big name 你不要告訴我說 你最後在做金瓜石這個名字 就完蛋了 你應該告訴我 你在裡面做的很多很多 細細碎碎 可是你覺得最有感覺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叫做細部的記憶 跟記憶之間的關係 跟我們在講那個橋跟石頭之間的關係 到第六章以後就是記憶的想像 他說 你經歷的都是這些記憶之旅 你跑那麼遠的地方 在擺脫懷舊的負擔而已 然後呢 可汗就關於過去跟未來提問的最終目的 這是他一直在問 問過去未來 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馬可波羅的城市 其實是燒焦生命在城市 結成的架 滲透了不再流動的生命的海綿 跟過去跟未來的果醬 這個太多形容詞 沒辦法跟你們解釋 可是實際上 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他都在描述 雖然 馬可波羅在講的那些城市 都是他以前的經歷 可是他每一次的represent的過程 每一次在說他的過程 他其實一直在往前走 往未來 往現在 他在談論現在的關係 所以馬可波羅在旅途終點發現 一個城市在動的假象 其實已經被概化的存在給堵住了 什麼叫概化的存在 其實所有的城市 並不像馬可波羅這麼的美妙 其實每個城市其實都在 某種概化的過程以後 他就死在那裡了 他是必須要經過一種語言 跟一種記憶 跟一種敘事的狀態 讓那個城市繼續往前走 如果你今天去面對的是這個 真實的城市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他稱為叫做概化的存在 就他已經定著在那裡了 你不能往 你不能在一個概化的存在 去追尋一個叫做懷舊的記憶 懷舊的記憶不是讓你去 把它變成廢墟定著的那個概化 記憶的本身是要讓你去探索未來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的history 所有的傳統建築 傳統的城市的關係 你可以接受那個現實 可是你要稍微防止一下說 那個現實其實已經被概化的 就像我的心臟一樣 下下禮拜我要去做手術 就是他定在那邊 你就定在那邊 所以你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是讓你的 讓你的看到那些凝固的事情 繼續往前走 才需要想像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讓你們知道 那個記憶的想像 到底是發生在哪裡 我常常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平凡設計師 平凡人 他往往在看歷史的時候 往往在看一個概化的歷史 就是永遠在想說 這個舊的東西很美 我具有懷舊性 我就把這個舊的東西凝固起來 保存起來 可是對Itaro Carvino來講 他覺得那個東西重不重要 重要 可是他覺得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Future 是那個Memory 是要讓你開始往未來看 所以我才一直跟我的同學說 我真的希望你們去找Prototype 早以前的Prototype 可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叫做進化的特質 你不能留下一個概化的痕跡 因為概化的痕跡不需要你 它本來就在那裡 然後到第七個 他說我不曉得怎麼騰出時間 游離你的程度 他根本沒辦法 因為他說他一直都沒辦法離開 他覺得我一直 我覺得你一直沒有離開這個原子 他在講馬可波羅 然後馬可波羅就說 也許這個花園就在我們的下垂的眼睛 陰影裡 哇這一句超美的 然後 我們一直在忙於做別的事 在這紛擾裡面 只要閉上眼睛思考 我們的見聞跟生活 下結論 從遠處觀察 然後這句話在講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在這個原子 我們現在這是定做點 我們現在描述的是 我們看得到的這個程式 他建議一件事情 或他在談論一件事情是說 你要做一件事情 是你把你把眼睛閉起來 然後呢 你已經知道你在哪個城市裡面 然後你閉起來的時候 你要去想像 你要去思考 甚至於你要想像你在 遠處的觀察 那個眼睛關起來這件事情 其實是讓你的腦部 成為新的想像的活動 所以你不要一直睜開眼睛 看你現在的事情 可是你不能離開現實 這也是我認為現在的同學們 最需要被訓練的地方 我們同學們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不曉得現實 我在一個城市 我根本不曉得這個城市的真實狀況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狀態 第二個狀態是 我們的同學 一旦去好好的做現地調查以後 又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事情 拿著馬錶 測看看這個街角十字路口 有多少人走 開始寄了一個戲譜 好像很認真的在做基地調查 告訴這個基地有什麼樣的狀況 這裡有老婆婆在這裡 小學生往往都在這邊集合 然後在這邊有個交通的平口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現在的狀態 最後就是用那個狀態想 就是開始做設計 可是他少做了一個動作 他能不能進到那個 那個現實社會去瞭解那個狀況 需不需要 當然需要 可是他最重要需要一件事情 身為一個創作者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很棒的創作者 你在那個時候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現場理解完了 感受完了 瞭解了現實之後 閉上你的眼睛 然後試著站在現地 可是要遠處觀察 就是你要想像 你要space out 你要站在那個十字路口裡面 然後感覺到那個氣氛 很吵的氣氛 感覺到那些人 可是那個人 你自己要跳離變第三者 你要拉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看看這個狀態是什麼 這很難 那個叫神遊 那個很難是因為我們的創作者 永遠要有兩個東西同時存在 一種叫做第一人稱 你一定要站在現場 太多的同學根本不在現場 所以他做任何設計 他根本不曉得第一人稱 在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可是很重要的是 當你今天真的成為第一人稱 站在現場的時候 站在那個花園裡面的時候 你永遠要閉上眼睛 因為眼睛 眼睛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眼睛看到的東西 你都以為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第一個他就說 你要閉上你的眼睛 從你的這個下垂眼瞼的陰影裡面 拉離到第三者 你要從第三者的地方來看 你現在看到的reality 這是我認為 Italo Cabino 其實他們的對話都是Italo Cabino 所以你可以知道Italo Cabino 它的創作是什麼 它的創作其實是存在在這裡面的 他說所有的世界呢 所剩下的都是一堆垃圾的荒地 跟它的空中花園 它分隔的只是我們的眼瞼 我們不知道何者在內何者在外 很好玩 他說可憨 他在跟可憨講 他說當你眼睛睜開的時候 這是荒芜一片 你覺得很多很多的事情 現實都是這樣子 亂亂的一大堆 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你在做夢 你在做一些 你眼睛對這個現地現實的想像 然後呢 重要的事情是 它都在我們的眼睛睜開 跟閉上之間 所以他說這一切都在我們的眼瞼 這眼皮開根關的那個中間 他說在這裡面呢 最重要就是在於 何者是內 何者是外 你到底認為哪些東西 是真正存在在這裡面的 哪些東西是具有想像力的 你怎麼讓這個內外之間 撞在一起 那稱為就是眼睛的雙生 就是他必須要找到一個twin 這個twin的double 是重要的 你永遠要能夠分出double 那我們創作者 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在那個double裡面 找到你那個啟動點 那永遠要很事故 可是永遠要很天真 就是你要事故到你可以講出 所有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 可是你要天真到你好像 很naive就是 你知道這麼多發展的事情的時候 你還有一個新的想像 有一個眼睛閉起來的花園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再過來談到圍觀跟巨觀 在第七章 的最後 他說這些人啊 因為可汗的這些人 可汗是一個帝王 所以永遠有一堆人在幫他做事情 所以在戰場上 在港口上 就有一堆人的存在 他說這些人存在 都是因為我們這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之所以在這個地方可以對話 都是因為外面有一群人在奮鬥 一群人在做各種不同的事情 然後可汗就說 老實說我根本不想這些人 我在這邊我想到我自己 我根本不想旁邊的那些 那些為我奮鬥的人 帝國其實是一個三角錐 帝國的三角錐要撐起 最上面的那個三角錐 就像你在想像金字塔 最尖的點 他之所以在上面可以最尖的原因 是因為他下面有個大底座 他如果不是三角錐的話 他就倒下來了 所以最尖的點 他之所以到這麼高 而可以單獨存在 現在都是因為下面有個大底座的關係 然後可汗卻從來不去想這些東西 然後馬可波羅就說 那他們就不存在嗎 可汗就說可是喔 這些人不存在 我就不可能躺在這個吊船 蕩來蕩去 當那個三角錐的下面那件事情 都不存在的時候 我不可能在三角錐的頂端 現在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馬可波羅就跟他說 另外一假設才是正確的 他們存在 我們不存在 可是我們在這裡 很可怕 我也不曉得是什麼 就是 你要讓那件事情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 reality 在支撐的是 最中間最中間的那個 imagination 就是 你是被他們支撐起來的 可是你不能被這些reality 支撐起來以後 你覺得你要跟他們在一起 你被支撐起來的時候 你最重要的點是 你要開始產生 imagination 你要離開那個底座 可是離開是space out 不是你真實離開 因為真實離開沒有那個底座 在支撐你 這個其實我沒辦法說明我的想像 可是我說明的其實是 我認為設計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我自己在常常說 你開一個公司 或是你以後再跟一個team 身為一個建築師 你跟個team在合作的時候 你永遠不要忘記 你旁邊有一堆 亂七八糟的人 包括你的業主 包括你的consultant 包括一大堆人 然後這些人呢 會支撐著你 可是也拉著你 把你拉在那個頂端 那你永遠 最後最後說 唉 就是因為我的consultant不好 我的營造場不好 我的業主不好 所以呢 我就沒辦法做任何事情 對我想像是這樣 可是呢 你要想看看建築師 到這個社會裡面 如果在那個大的那個project 的team member 你是那個金字塔的最頂端 所有的人都看著你要 下一步要怎麼做 所有人在開始支撐你 縱使他是拉著你的 可以在支撐著你 所以你要想像 你如果在那個點的時候 你最重要的責任在於 你要有imagination 你要有能力 可以離開那群人 然後做一件事情 可是呢 你離開那群人 做那件事情 其實最後是要那群人 來幫你做 所以你的離開 那個很微妙 你要永遠告訴他說 就像前陣子邱文傑在告訴我說 他最近在跟伊東豐雄合作設計 他覺得伊東豐雄真的很幸福 他說你不曉得台灣的建築師 跟伊東豐雄有多麼的不一樣 伊東豐雄一個idea下面有幾千個人 都是最專業的人來幫他這個忙 讓那個案子形成 他說那種狀態是超級迷人 然後所有人都用盡力氣 來幫伊東豐雄做這個事 可是伊東豐雄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要讓這些人 支撐他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在那個金字塔 最高點的時候 他必須要能夠有能力 離開那個最高點 然後再回來跟他說 你幫我支撐一下 撐起來 那個是身為未來你們大家 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身為一個architect 你永遠不要非常悲觀的 跟著你下面的那群人跑 你永遠有跟他們要若即若離的狀態 你永遠要跟他們走在同一條線上 可是你永遠告訴他說 我是leader 我有一個新的imagination 我希望怎麼往前走 那那個是一個當那個頭頭 那個金字塔的腳椎的那個椎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你永遠要有一個 跳離有一個巨觀 又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角色跟第三角色 你永遠要在那個裡面 當作第一人稱 可是你永遠要變成第三人稱 你能夠要能夠跳離開 到了後面 有意思了 他開始他們的對話越來越大 開始在談order 在談system 他原來 到後面的幾張你會發覺 他們兩個已經不是在講辯論 他們兩個在講同一件事情 他們兩個是在交叉的 在形塑他們的想像 到這個時候呢 在談秩序跟變異的時候 其實Italo Camino 最著迷的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棋局 下棋的棋局 另外一個叫星成 就是天空的那個 他認為這兩件事情是 下棋跟星成是 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兩件事情都有一個遊戲規則 都有一個order 可是呢 不管你起怎麼下 不管你的天空的星塵怎麼走 永遠不會有一次是相同的 他覺得這個實在太迷人了 當今天有一個東西被設進了order 可這個order卻可以千變萬化 可是order還在這個框框裡面 這是他認為最迷人的地方 那你也可以想像 Italo Camino在寫這本書 他其實也在做這個事情 他在做那個 你看他的目錄 基本上就像下棋一樣 有一個遊戲規則 那遊戲規則非常的清楚 可是呢千變萬化 他永遠不讓那個遊戲規則 產生只是一種面貌 有多種的面貌 所以呢可汗就說 如果每一個城都是一個局 雖然我永遠不可能完全熟悉所有的城 可是呢我只要懂得規則 我就擁有了帝國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個讓我想到一樣是一個建築師 或者是一個做創作的人非常重要的點 當你今天要跟所有人溝通的時候 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你要抓到那個規則 我常常說策展人就是這種人 策展人就是你訂一個order 讓一堆藝術家來做 可是做完以後你一定要成為 你知道你們在做創作人的訓練 你可以做兩種人 一種人叫做孫悟空 一種人叫做如來佛 OK 那如果講這個你就懂 你要當孫悟空還是如來佛 你當然要當如來佛 孫悟空千變萬化 他可以長出72隻猴子 他可以72隻猴子 各種猴子都不一樣 可是最後最後尿尿尿完以後 還是在那個如來佛的手掌心 所以他永遠逃不開這個手掌心裡面 那什麼是這個手掌心 那個手掌心就是那個棋局的那個 那個規則 那個永遠跑不開的那個規則 或者是星塵裡面 有這麼多的星塵在那邊跑 可是永遠他離不開那個規則 所以他在講說 如果懂了規則 他就可以真正的擁有帝國 馬可波羅就說 每個棋子都有賦予適當的意義 馬代表什麼 女皇可能是這個的女子 噴泉 尖頂或者什麼樹 OK 這個非常有趣 這個跟什麼有關 跟符號有關 也就是說 你今天要試著懂這個規則的時候 其實你在裡面 開始可以設定各種不同的符號 每個符號有代表他的角色 因為一個城市 就像一個棋局一樣 每一個角色他各自有各自的 的遊戲規則 跟他可犯不可犯的目的 跟他的可犯不可犯的這個限制 OK 每一個你可以賦予他的每個意義 當他今天每一個賦予意義 都在走的時候 其實那個局就是一個city 那這個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這個 從一個局開始 然後開始鋪成一個 各種不同的旗子 都有符號 都有meaning 都有角色 再一次讓我想到江海島 江海島他在做他的城市的時候 做了一個叫做Mask 做了一個Mask Mask叫什麼 Mask叫做面具舞會 面具舞會是每一個人 在參加那個舞會的時候 這是在西方一個古典的一種戲劇 很重要的戲劇 面具舞會是每一個人 都會拿一個面具 戴在臉上 戴在臉上的時候 就會演那一齣戲 那齣戲呢 那個臉上的那個事情 跟你的本質有點接近 可是不完全 是因為你有代表一個角色 然後那個面具舞會 就開始在那邊play 有的時候面具舞會 是獨舞一個人在演 有的時候面具舞會 是一群人在演 每一群人 你幾乎可以看到 每個面具的時候 他有各自的角色 可是因為他們那個角色 的communication 或者是 combination 所以會產生的各種不同的drama 那這個drama呢 就是那個city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江海島 要在他的所有的 他的project裡面 要定義說他叫做 clock tower 要變成叫做 等待搬進去的人的家 或者為什麼要死刑犯的家 為什麼要法院 為什麼要有個reading theater 每一個好像都有一個面具 每一個都有一個 適當的意義 每一個意義 都有一些角色 可是江海島 最重要的不是 只是這個角色 是要看這個角色裡面 最後完成的那個規則 或者完成的那個層 那個層是一個play 一齣劇 這齣劇是永遠永遠在變的 那這是我理解的江海島 或者是我理解的 Itaro Cavino 兩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他們兩個就下著棋 然後呢 他們都心要揣摩的 維繫著這個 城市的這個無形的秩序 來揣摩是什麼 揣摩他們如何建立 如何成形 如何發展 如何適應季節的轉變 如何衰敗變成廢墟 每一個棋局的演變呢 有系統又破壞了無數的形象 局最後又還回到最基本的形態 還回到什麼 最原始的木頭 面具一拿掉之後 他又回到最原始的element 然後一無所有 這個對我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說 當你今天 你最重要的power 是你有創造者 創設計師 有能力 empower 就是你有能力 注入你的力量 注入你的能力 到你現在要設計的程式 或者是建築 什麼叫做empower empower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所有都是抽象的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抽象的事情 要怎麼樣規則上的互動 可是你要試圖 在你的口袋裡面 要拿出一些面具 empower在那個抽象的角色上面 雖然他們的每個角色 原始可能是一個簡單的木頭 什麼都沒有 可是當你empower它的時候 你除了讓它各自有各自的meaning 各自有各自的角色以外 你還要做一件事情是 你要設定那個遊戲規則 你要開始知道 他們這些人在互動的時候 你站在旁邊可以看到他們 之間的關係 而且關係多重的 這關係不是定著的 那我們設計師最重要的能力 或者是訓練 在empower object 就是你如何讓那個事情 可以灌注力量 那我認為 John Haydok就在做這個事情 John Haydok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empower 所有城市的element 所以他才必須要做幾件事情 如果上學期 有幾位有聽到 John Haydok設定一個叫subject 一個叫object object的東西非常tectonic 他會開始建構的一些 構造技術 可是他會給他一個name 那這個我們稱為叫做敘事 敘事裡面當然包括象徵 包括記憶 包括非常多的exchange交換 誰跟誰交換 那這個對Italo Cavino 或對於可汗跟馬可波羅 他們設的就是叫做棋局 這棋局最重要最重要 是他的秩序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order 可是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 還要產生這個變異性 這個變異性最重要的道理 在於empower the role 就是讓那個角色成為意義 這個意義可以幹嘛 可以隨著季節的轉變 可以如何在頹敗以後 變成廢墟變成freeze 架在一個土地上 那他可以開始揣摩如何建立 你要建立一件事情 而且建立完以後你要揣摩 他怎麼成形 他怎麼發展 或者他怎麼還為原本的prototype 原本的最基本的型態 你在做你的任何一個創作的時候 你腦子裡面到底如何思考這件事情 你如何empower它 如何設定它的發展性 你如何看待它怎麼形成 你有沒有辦法告訴你自己說 當它形成的時候它還具有發展力 我們常常做一件事情包括我自己 當東西成形的時候它就不具有發展力了 形成以後它就在那裡 然後它就死掉了 可是你有辦法讓它回歸到最原始的 的原型重新開始嗎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然後馬可波羅就繼續在他這一個 剛剛講到棋局的時候 他就說你的棋盤呢 鑲了兩塊木頭的方塊 一個叫烏木 一個叫做蜂木 OK 這個烏木的蜂木呢 還沒變成棋盤的棋子的時候 它其實只是一個材料 一個不一樣的材料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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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橡木一個是烏木 一個是白色的一個是黑色的 你可以意識到它的纖維的紋理嗎 你可以發現它的所有的棋盤的木塊 有一個結結嗎 這個結結其實是 在還沒有變成棋子的時候 這個木頭這個結結 曾經在某個春天裡面 其實被打壞了才發生出來的嗎 你有沒有辦法感受到那件事情 然後可汗就大為驚奇 馬可波羅就開始在講烏木樹林 如何從木材...下來 然後開始講到別的故事 超級奇怪的一個狀態 本來他在講那個棋局 所以本來在講那個棋子 在講那個城市的角色 最後馬可波羅畫風一轉 他已經不是在講那個棋的角色 也不是跟你講的城市 他開始迷戀那個木頭 他就把那個棋子拿起來 他說你知道這個木頭 開始在說這個木頭的故事 你知道這個木頭的這個結 是在某個春天它被雙打到以後 這個結形成的 我告訴你這個木頭哪裡來 這個木頭是從哪一個山上 滑過水以後被人家說不不不就下來 那件事情離開了城市 那個事情突然那個原始的element 它的材料本身開始有它的story 那如果你們還記得 我們在這幾堂課裡面 曾經談到一堂一堂課 講Tectonic 講物質里戰 講到說當你今天可以做一個城市 或做一個建築的時候 一個大論述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是 你就回到那個物質本身 從那個物質再開始 所以同樣那個旗子的那個element 它難怪兩件事情 它一件事情是 它自己要跟別的旗子 變成一個具有符號性的 具有meaning的那個大盤子 叫做城市 它也可以自己回到它自己的本身 它自己有它的story 它可以講它的Tectonic 它可以講它的material 甚至可以講它自己本身的故事 跟什麼無關 跟內盤局無關 它講它自己 那非常的迷人的是 其實我們的建築師們 有這麼多的建築師 不管你喜歡哪個建築師 你喜歡A 你喜歡B 喜歡C 每個建築師它的著力點就不一樣 有的建築師它就迷戀在做 逆件事情 某些建築師它只會著迷就是 逆件事情 如果我要做一個比較的話 就在我們上面的兩講 建築師一個叫Ram Kouas 一個叫做Hazon de Muram 他們兩個人所著迷的事情 就非常非常不一樣 有一件事情在企圖 在著迷於一個大order 企圖在這個大order裡面 找到它的秩序性跟變異性 能夠創造一個 New City Imagination 這是Ram Kouas做的事情 Hazon de Muram 這件事情在不在 在 可它會告訴你的 不是這樣告訴你的方法 它會告訴你說 我的一塊木頭 一塊鐵 一塊薄的事情 一塊建構的關係跟一塊石頭磚 我到底要怎麼去把這件事情建構起來 我開始要怎麼去講這個事情 兩種建築師 創造出兩個很不一樣的狀態 當然你到今天為止你回來看 Hazon de Muram 在談那個木頭的開始的時候 他慢慢慢慢現在在講那個棋盤 現在Hazon de Muram 不只是在意那個材料本身 他在意的是整個大都市 他在做大都市的事情 OMA Ram Kouas 開始也在意到那個 單一的那個 小中大特大的那個 最細微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 回去看OMA寫的 Deer is New York 剛開始來自於叫做 慾望 開始來參加一個城市 他告訴你說這個城市是 Fantasy of Technology Fantasy 那麼重要的事情 他到了第二本書 重要的書 他開始跟你講什麼 小中大特大 小中大特大基本上 那個基本的態度 就是我個人覺得 我們主觀的個人覺得 他就是Invisible City 他用各種不同的尺度 從細部度量 到從大的政治經濟的體系 來了解他所謂的城市 或者是建築的部分 那是Ram Kouas在做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其實離不開 我們看到Itaro Camino 今天所講的所有的各個章節 所創造出來的各種不同的狀態 又回到他最原始的狀態 這個是他剛開始剛開始的符號 Itaro Camino認為剛剛的order 是抽象的 order是我們架出來的一種抽象的標準 跟基本的規則 可是呢 當你今天要談到很細緻的 很重要的東西的時候 他其實還很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符號的象徵性跟想像 讓我再一次的回到 江海島 江海島如何讓他的建築那個城市 叫做Mesco Medusa 一個妖女 這個妖女呢 有個面具 當他戴上妖女的面具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都產生了 當他今天妖女戴上去 就像我們眼瞼蓋起來的時候 所有的不可思議的例外 就開始跑出來 要跑出來再建構一個事情 可是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江海島永遠在做這個象徵的想像 然後可汗就說 回到西方之後 你會再講 已經給我的故事嗎 他說我當然會講啊 可是聽的人 只會記得他期待聽的東西 決定故事的不是講話的聲音 是傾聽的耳朵 他一再的重複他要做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們兩個人開始變成同一陣線 他可以把球丟到什麼 丟到第三者身上 就是所有在認知這個創作 或認知這個形象的時候 最重要最重要是接收者 為什麼 因為接收者有他不同的文化系統 他會聽到他不一樣聽的事情 所以你永遠在說話的人 可以重複說一件事情 可是非常重要的是 你要理解聽的人 聽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像 所以呢他會一直重複 他所講的那個東西 可是他清楚的了解 每一個人在聽的時候 會聽他不一樣的東西 這時候跑到一個事情來 非常有意思 跑到一個地圖 可汗他說他有一套地圖 因為可汗在征戰 從東方到西方到一套地圖 地圖的城市是馬可波羅 都沒有去過也不知道的地方 肯定他是具有城市的形象 然後馬可波羅就跟他說 旅行的時候 城市是沒有差別的 每一個城看起來都一樣 都跟任何一個城市一樣 他們只是調換形狀 秩序跟距離 那你的地圖呢 去保存他們的不同點 不同的組合 就像你在寫那個名字 形狀的種類是數不盡的 新的城市會一直誕生 每個形狀都會找到自己的城市為止 這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 這一句話是什麼 這一句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剛剛在談城市 都是一樣的 都是維尼斯 都是包括全部的事情 可是呢 你今天去拿了一個大地圖來 桌營攤開來 地圖有伊朗 有歐洲的法國 有印度有什麼 看起來每個都不一樣 這個每個都不一樣是什麼 這個不一樣其實它有 被畫出一個基本的輪廓 你真的進去的時候 你覺得人性都差不多 細節也都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他們不一樣呢 其實簡單的講就是它的culture 這個culture被描繪在一個地圖上面 所以他說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可以互相調換 可是呢地圖很重要 地圖其實講的就是那個符號 符號跟那個象徵 所有的符號 這個種類呢是數不盡的 每一個的誕生都是因為 那個符號跟那個城市 最後要產生一個language 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常常在很多很多的城市 我們會談到說巴黎 我們會談到這個 這個 英國的倫敦 我們會談到印度的德里 或新德里 你會發覺它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樣 雖然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城市有很多東西都相同的 可是最大的不一樣是因為 每一個城市都找到它自己的 適合它的形狀 適合它的形狀不是那個form 是那個culture 是那個culture所帶出來的一種meaning 產生那個difference 如果我要談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非常非常談什麼 談現在最常談的叫做localism 跟globalism 就是那個全球化的那個統一的關係 幾乎全世界都在一樣的時候 可是每一個城市 常常需要找到它一個meaning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常談到 雖然那個有點俗氣 比如說你到彰化 彰化說你要不要幫我找什麼叫彰化性 bullshit 然後什麼彰化性 可是每一個人會努力在尋找這個事 雖然彰化跟隔壁的台中 跟在過去的都差不多 嘉義差不多 可是你說它有沒有這個彰化性 可能有 每一個人都在找它適合的形狀 我們的這些人 其實幫它的是把這個形狀 讓它visible 是讓這個地點很多東西 在大家都一樣的狀態裡面 你除了讓它有一個統一的規則跟狀態 你也要幫它尋找另外一個符號性的meaning 這個meaning很危險 這個meaning找到的時候就會死掉 就像三太子被找到一次以後就死掉了 就全部都是三太子 現在變個N太子 然後到處都在遊蕩 然後客家突然變成大花布 客家美食就這樣死掉了 那可是你還要不要去找這個事情 當然要 當然要去尋找這個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他們在談的這個叫做被凝固起來的意象 跟還具有發展力的意象 到底層次差在哪裡 那這是我們非常非常想像 那建築不會那麼抽象 建築不會想像Petersman那樣子 永遠都只是在談抽象的幾何 Petersman在談到的那個order 那個秩序重不重要 他建築還有另外一端 建築象徵符號是永遠存在的 逃不開不管你相不相信 他永遠就具有他的很重要的威力 然後他就說你見過那麼多地方 見過那麼多符號 那一定告訴我說那到底哪一個地方是樂土 OK 馬可波羅說我可以相信點點滴滴呢 都是可以形成一個完美的城市 然後他的建築材料呢 是一些混亂的片段 間歇的訊息 我們要走的形成在空間時間裡面 不連續的 有時候很鬆散 有時候非常稠密 那你可不能相信從此就要停止追尋 我覺得他好會說到 那個告訴你說 你所有的東西所有的完美 他不能凝固 OK 你找到你相信的事情 可是他不會是凝固 他就一直往前走 然後他說 那如果我們最後只能從地獄城上 那不是所有努力都白費嗎 我們找到那麼多東西 好像我們都找到了 可是你又跟我說你不要相信他 你要繼續往前追尋 那我們找到的東西都不是 就白費了嗎 他就跟你講說 如果真有活人的地獄的話 那我們每天在其中的 都生活在其中的地獄 我們集結的一起而形成 有兩種避免受苦的辦法 有兩種 OK 一種呢 接受地獄 成為他的一部分 那這樣我們就不用看見他了 第二種有點風險 就是必須時時刻刻景地提防 在地獄裡面找到非地獄的人跟物 認識他們繼續持續下去 給他們空間 第二種方法 就是 可是 可是這兩種方法 對Italo-Cavino都非常非常重要 當你今天在找找找找 找到一個東西 你認為它是完美的 可是當它完美的時候 你要確定一件事情 當你今天成為完美的城市 它有個tween 它就已經成為一個地獄的城市 這地獄的城市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成形了 那可是你要在裡面 你不是跳到外面 你要在那個real city裡面 可是real city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們這行人要做的事情 他必須找到非地獄的人士 認識他們 持續下面 而且給他們空間 就是你所有剛剛講的常規跟例外 你永遠要在那裡面 雖然你已經找到一個叫做完美的城市 可是你要在完美的城市裡面 去找到另外一邊的人 另外這一邊的人呢 讓他有成長的空間 讓他繼續往前漲 你要發現一件事情是所有的東西 是都必須要往前漲的 這個往往往往前漲的東西 都是在那個另外一面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例外 剛剛非常規的部分 然後他都必須要一些他類的想像 這個他類的方式是你要接受他 他會告訴你的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你要進到他們裡面接受他 第二件事情是你要跳離開他們 你要離開他們去找一些還在外部 還在持續發展的關係 所以這個就會成為我們今天 所成為的一個重要的主題 那這個主題是我個人的 對於這個整個對話章節的想像 其實繞了這一圈 如果你們不去細細的去 看那個上面的歸類的話 你會發覺那個他們的談話內容 其實是一直在繞 好像真的是像蠶羽一樣這樣繞繞繞 可是實際上你會發覺 他到Cavino非常厲害的地方 雖然是這樣繞 可是他的主題一直在變範 從符號 從貿易 從交換 從死亡 一直在繞在那個 那個空間的本身 那我們來看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剩下的例子我覺得就 上學期其實我談過 那下次有機會沒有聽過的 我們再繼續找看看有什麼機會 可是有些聽過的我就盡量不說了 那我們來談 他開始有談了一些城市 這個城市 如果剛剛讀的是他們的對話 18個對話 九段 那我們現在要看到55個城市 55個城市呢 其中有個城市叫做城市與記憶 第五 有個城市 他的城市說 這個城市呢有些古老的明信片 他上面畫圖呢 都是他舊日的面貌 同一個廣場以前站的是一個母雞的地方 現在是公車站 音樂台呢 現在變成天橋 兩個撐著雨傘的女子 現在的地方 以前站的地方 現在是一個軍需的工廠 兩個城市呢 在相同地點 有相同的名字出現 可是呢 由生到死互不相識互不聞聞 很多名字之下 跟地分之上的身體 已經默然離去 另外一個陌生者 已經取代他們的地位 打聽新的神 比舊的神好或壞 是沒有意義的 這裡面談的最重要最重要 是兩件事情 一個叫符號 一個叫記憶 就是 所有的事情 城市都有跟符號有關 跟記憶跟歷史有關 那 這件事情常常我們在談的 產生過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辯證 就是建築到底是 follow function 還是function follow form OK 這是在建築史上面的討論 不是在Italo Camino的討論 建築常常在討論說 你現在在蓋這個房子 你現在有個需求 你到底要不要把現在的需求 現在condition 做到這個房子 所以這個房子 能夠回應現在的需求 好像很多人相信這個是 所以很多人在談 follow function 你這個建築 必須要跟你現在的所使用的 的需求面 來共同發聲 而且成形 有另外一批建築師不這麼認為 另外一批建築師說 誰跟你講follow function 今天這個房子 如果它留了100年後 它絕對不會照現在這樣用 它一定會變成另外一種用法 另外一種用法 那你現在的follow function的正確性 就有問題了 可是100年後它還可以繼續用 100年的地點 它還是可以繼續存在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人覺得是function follow form 一個東西站在這邊 它就具有歷史 具有記憶 是function要來adapting 要來適應現在的這個地點 可是因為它的適應 所以有的人的適應 會把它關注點放在以前的記憶 會把它關注點放在以前的歷史 會有人的關注點會放到現在 我不在乎以前的歷史 我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 舊建築在利用 或是對於各種不同的場域 比如說你現在在做大道城 你到底怎麼看大道城 那個以前很多人 很多學生沒辦法去找一些歷史 說大道城這裡有運河 說要想要把這個東西做成運河 也不見得是那樣子 可是它曾經是一個運河 它曾經那裡有幾道溝渠 曾經是最重要的商股 在那邊做交易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變成一個布莊 一條街 變成幾座廟跟一般人 那件事情已經不存在了 以前的人跟現在的人 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那你在裡面面對的時候是什麼 那這個裡面沒有解答 它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是說 其實沒有什麼新跟舊是好的或壞的問題 很多人告訴你說舊的都是好 很多人告訴說新的就是好 這兩批人永遠不對話 這兩批人都不是高竿的人 高竿的人不告訴你 不會確定說 以前的老東西就是一定好 也不會告訴你說 我們要往前看再做新的東西 其實在重新的看待 當初所建構出來的這樣的時間歷史記憶 那這個對我 我覺得我很有感觸就是 我都覺得 我們的這個社會裡面衝刺的一般人 一般的專家 就是雖然他是專家 可是他很一般 因為他永遠只告訴你說 我們要有一些最老的東西 以前你沒有想看看 以前這一棵大樹有很多老人在那邊 說故事是多麼美妙的一種懷舊的情誼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情誼留下來 不見得 因為現在的世界不一定是那樣的運轉 可是那個老樹跟下面那個情誼重不重要 重要看你怎麼去碰 或是你怎麼去做 所以那些人都不叫做創作者 真正很多的一般專家都不叫做創作者 因為他們只有描述 他們沒有想像 他們沒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以前的一棵老樹下面的一堆人 一堆老人在那邊喝茶的那個狀態 在今天的這個世界裡面 它可以變成什麼事 它可以重新變成什麼樣的進化的關係 那這個是其中的一個點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 一些很簡單的例子 在談follow function 或是function follow form的關係 這個是什麼景象 這個是奧塞美術館 在它之前的一個火車站 就像剛剛Italo Carvino寫的 時間歷史記憶裡面 曾經是一個交通頻繁有鐵軌的 有一個大鐘有一個大窗 一個古典的大拱的一個空間的影像 那這個影像曾經是一個火車站 然後最後變成奧塞美術館 然後奧塞美術館重新定義這個大拱 重新定義這個垂直的動線 留下這個空間 變成一個新的型態 這型態呢已經不是station 這新的型態已經叫做museum 那你怎麼看待這兩件事情 當初你怎麼去看待一個station 他的typeology 他的事情 那個大窗 那顆鐘 跟所有鐵軌的那個動作 再變成新的型態 完全不是 跟火車站完全沒關的時候 哪些東西是你覺得 他要被keep住 keep住為了是什麼 那我們沒有道理去了解他 真的要keep住什麼 可是你可以去 就稍微去between這兩個project 以前的明信片裡面的一張舊照片 跟現在的這個新的型態 到底誰新誰舊 好跟壞 到底那個事情怎麼被develop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思考的 而且是我們每一天都會碰到的事情 這是TED Museum 以前的那個大煙囪 跟那個大的warehouse 然後被Huzzle de Muran 重新建構變成這樣子的一個 本來是一個大的庫房的廠房 現在庫房廠房幾乎不在了 以前的那個worker 所有的人 非常緊密的那些工廠作業的worker 現在開始變成另外新的一批人 在那個大的空間裡面 在那個大的天窗 跟那個大跳空 變成一個museum 變成另外一群人 這兩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它的關係 TED Museum你可以接受它 你可以去想像以前是一個大的 大的舊廠房 這兩件事情還有沒有什麼別的解釋 或是還有沒有什麼你可以心想的看法 那我覺得Italo Calvino 其實一直在碰觸我們建築師 碰觸的事情 一直在碰觸我們建築師 每一次碰到那個事情的時候 今天我們可能在TED裡面 看到的是這個大的廠房 可能另外一個建築師看的 可能是在想像那個 以前在這個大地板裡面 留下的那個痕跡跟一堆worker 一堆工作的人 在裡面的作業狀態都不一定 那這些所有的事情 都包括到現在跟以前之間的記憶 那你們之間要怎麼去想像 這樣的一個狀態 比如說另外一個例子 談到城市跟死亡 這個時候Twin雙生就跑出來了 在這裡面呢 他在城市跟死亡的第三個 叫Ossapia的 他就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為了緩衝從生到死的圖片 圖片 他的居民建造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地下城 讓所有死去的屍體 保留的一個黃色的皮膚 帶到地下城 繼續進行生前的活動 聽起來蠻恐怖的 關於活動的性質呢 首先要考慮的是 死者 生 還在活著的時候 最棒的時候 最舒態的時候 他在這邊講的是那個Twin 就是說要死掉的時候 是把他痛苦的事情 都留在地面上 帶離開的是 帶他最快樂的事情 然後呢 帶他最快樂的事情 到地下的另外一個世界 結果呢 因為這樣子 因為要帶他最快樂的事情 到他地下的世界 所以呢 所有的活人 都能夠希望趕快死 死後去過另外一種生活 因為那是活著的人 從來沒有來過的 他必須要離開啊 原來的城市 這些活的人呢 開始因為 大家都是把他最快樂的東西 帶到地下去 所以活著的人 開始模仿地下城 因為地下的比較快樂 上面的充斥的 跟各種不同的掙扎跟痛苦 所以呢 地面的 歐沙批亞 其實是去世的人 依照地下城的形象 在塑造的 他說這個人生城市 死的跟活的 已經分不開了 那這在講一個雙生 就是實際上 當你今天 開始找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死去的我們稱為 叫做History 活著的叫做Present 現在 要創造一個進行往上走的是Future 這裡面的事情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過去的那個事情 到底不是全部都是好的 過去希望被留下來 是好的那個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 再重新看到一個城市的歷史 你如何去尋找那個 死去的那個城裡面 最舒坦的部分 這舒坦的部分 足以來改變 我們現在的Present 所以如何你去History 去找到你認為 最棒的那個部分以後 回來改變現在的Model 然後這個Model 讓現在的Model 一直往Future走 開始在談論 這個雙生之間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城市 有一個叫做生的城市 有一個叫死的城市 這兩個東西 一直在同時的運轉 這個運轉呢 包括它的一些Metford 包括它一些它的重要的character 那我上學期曾經跟各位提過 提過一個建築師 他非常關心這個事情 他非常關心城市裡面的記憶 城市裡面活著的人的prototype 他希望把這個prototype 能夠開始重新的remodel 然後重新建構一個新的new prototype 那這個人呢 意大利的建築師叫阿多拉西 他是意大利人 所以他開始重新去尋找 文藝復興的palazzo 官邸 廣場 文藝復興的廣場 文藝復興的街道 文藝復興的 早期最早期的金字塔 他一直在關心之前的歷史裡面 活著的城市的這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prototype 他希望把這個prototype 重新建構起來 來represent這個prototype 那這prototype他就蓋了一個墓園 這個墓園是生跟死的雙生 他在這個墓園裡面呢 重新建構了另外一個他稱為 我們叫做the city of the dead 死去的城市 這死去城市呢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prototype 那他留下一些prototype裡面 最可以凝固住freeze 固住memory部分 這prototype裡面有所謂的core yard 有剛剛的那個廣場 有所謂的這條街 有所謂的文藝復興的palazzo 官邸 有所謂的像一個金字塔一樣的 的分化爐 他把這個建構出另外一個城市 跟隔壁這個城市 成為叫雙生 所以呢 那個時候 Ado Rossi 雖然 現在已經發展成新的這個 叫做宮殿的關係 可是他重新建構一個墓墓 重新是把以前的歷史 再抓回來 然後來看那個street的狀態 那個街的狀態 來看那個 焚化爐跟以前的金字塔 藏著這個死去的人的那個狀態 建構出一個他的新的一個城市 那他稱為說 他認為 我要創造一個叫做死去的城市 為死去的人留下來的城市 the city of the dead the city of the dead 永遠在跟the city of the living life 在對話 然後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 所以他開始建構出 他一系列的這個墓園的作品 最有意思的是這條街 這條街基本上那個空間非常像以前的佛羅倫斯 或以前的義大利的街道 可是這個街道呢 塞了非常非常多的棺木 一個一個的人 可是每一個人呢 留下來什麼 留下來最棒的記憶 就是在他的你知道西方 他把那個棺木塞進去的時候 你走在那個街上 那個每一個都有一個開口 這個開口呢 都是放下這個死去的人最愛的部分 比如說一個泰迪熊 比如說一個杯子 比如說一個他孫子的照片或什麼 他以前最高興的笑容 就留在那條街上 所以這條街上呢 雖然看起來很安靜 可是他也很熱鬧 他的熱鬧是因為 那個每一個人的角色 都把他的最棒的那個東西 流到最前面來 流到他的那個街道本身 所以他那個街道 跟我們看到世界上的街道 很接近 可是也很不一樣 因為他把所有 當初的記憶裡面 提煉出來的那個 最棒的那個部分 足以形成這個人的個性 或足以成為這個人的 特別的identity 就把他拉到最前面 成為一條street 那這條street呢 來跟什麼對話 來跟現存的街道對話 那現存的街道當然是很混雜 有一大堆複雜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坟墓裡面的街道 其實是留下了死去的人 最重要最美好的那一段事情 那這些事情都對我來說 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建築師們 有建築師們的想像 從來沒有人說 阿多拉西跟 Itharo Cavino有關 這是我自己的胡思亂想 可是對我來說 當我今天讀完 Itharo Cavino的 他關於city的詮釋 他的敘事 他對於記憶的想像 這些所謂雙深 眼睛那個眼瞼的 前跟後 歪跟內 他談到的次序 那其實這些所有的事情 回應到各個不同的建築師 其實每個建築師都在做 那麼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慢慢慢慢的 可以理解的這些建築師 所做的這個事情 背後可能像 Itharo Cavino的那些 對於城市的理解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想像 你現在做的所有的 design 或是你做的architecture 或是你做的city 到底他還可以做什麼事 到底在我們現在的 既有的training裡面 你怎麼看待這個city 或是看待memory 或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如何看待prototype 那個已經過去的prototype 或者你想要想像一個 叫做新的prototype的時候 你的resource在哪裡 我們常常說 你手上拿的那個prototype 你是很有壓力的 因為它很重 OK 你如果沒有跟隨這個prototype 它就丟掉了 它就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你拿著它的時候 它重到 你如果抄著它 那就沒救了 你一定不能抄著它 你一定要有一個新的future 你怎麼去看待這個新的future 那這是我覺得Italo Camino 給我的一些新的想像 那其實我們本來 在這堂課裡面會講很多 可是因為上學期我大概講過 我也不想讓同學聽兩次 所以下次有空 就是其他的沒有修過的同學 有機會我們再來談 包括我對於KUHAS 對於江海島的理解 這兩個人 他的很多很多的理解 讓我常常在跟Italo Camino 的Investible City 常常拉一條線 那兩個人是兩個完全不一樣 具有想像力的人 那他們如何在建築裡面 能夠創造出 接近Italo Camino的 看不見城市的想像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為止 那那個 跟大家提醒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閱讀這本書 我會希望 我今天只舉了兩篇城市 然後講了九段的Italo 那我會希望 如果大家有空 或有興趣 其實你們可以任意的 找出幾個城市 來做出你自己的想像 或relating 我們不怕relate 不要怕錯 而是說你要去 真的能夠去理解 或者想像說 它跟我們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本書你可以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 可是呢 如果站在我們今天 是一個建築的課程裡面 我會都希望是 站在一個 professional designer architect的關係 來看看這本書 能夠對你們什麼幫助 那你們自己在那個 閱讀的時候 可以多多的從這個地方 開始想像 你在想像的城市 或者是建築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跟大家 建議的就是 賈章科那本書 跟Lapskin那本書 那兩本書 也是超具有想像力的 這三本都會是我們的 這次的讀本 然後大家 最好能夠從這個讀本 不是寫一個叫做讀書報告 而是在寫一個 你自己的想像 我覺得那個可能 對你們來講 更有意義的成為一種訓練 那今天課就到這邊 下個禮拜 好像就是要變presentation 對不對 所以安排一下 下禮拜的同學 要準備兩堂的presentation ok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